第981章另一片天地 妖神陨帝之中 就在石峰与黑袍人 望着远处人群之中的公孙元 这时公孙元的视线 也突然望向了石峰与黑袍人这边 仿佛已经看到了隐藏在黑暗中的这两人一般 不好 他发现了我们 我们快走 就在这时 见到公孙元望来的黑袍人 沉生出声道 他与石峰的身形 顿时连忙闪动 向着后方急速闪退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尽管这黑袍人的隐蔽之法有多么精妙 但不可能瞒得过所有人 不过 公孙元也不知道是真的发现了他们 还只是巧合性地刚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他并没有出声 对身旁的众人开口说什么话 脸上 也依旧是那副和善的面容 持风与黑袍人的身形在黑暗中急速闪动 穿梭黑暗之中 最终 两人在一座秃山的山妖处亭下 经过这么久的探索 他们依旧没有丝毫的收获 甚至 也没有再见到一头蛮腰 我认为这片天地 可能有一个我们人足见不到 只有蛮腰才能见到的神秘之路 黑袍人对石峰出声道 有这个可能 持风点头 说 跟着道 看来 我们现在也只能靠运气等了 运气好的话 或许可以遇到刚被吸入此地的蛮腰 然后我们再通过蛮腰 看看他们到底去了何处 对了 蓝腰 腰兽 一时间 石峰突然想起了什么 怎么了 见到石峰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 黑袍人出声问道 我试试这个 石峰说 就在黑袍人还在疑惑石峰试试哪个之时 突然间 一道血色光芒在他们的身前闪现 血色光芒落下 一条红蓝紫三色的三头蛇 在他们的身前显现了出来 正是蛇人族巴黎神蛇的三道分身 由于石峰如今是在躲避各族部落 自然不会让他们以庞大的身躯显现 此时此刻 这三头蛇 也不过相当于人形大小而已 三头蛇满腰 见到出现在自己前方的三头蛇 黑袍人尼南道 不过见到这模样与其他蛇不同的三头蛇 黑袍人并没有觉得怎么惊讶 网荒大陆之大 他没见过的满腰多的去了 更何况 这个人还是来自于其他的大陆 这个可能是他那的大陆的品种 很好 有这头蛮腰的话 或许我们能有什么发现 黑袍人在此出生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喜悦 但愿能有用吧 石峰是确实有些不确定 毕竟这是蛇人族的什么巴黎神蛇分身 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妖兽一类 就算是 那也是天恒大陆的品种 不是这么荒大陆的 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排斥 将这条三头蛇放出后 石峰便也放开对他们的控制 让他们自行游走于这片夜空 他与黑袍人只悄悄地跟在他们的身后 静观其变 里的这条三头蛇 我看他们血脉之力很强 根本不是反物 黑袍人一边与石峰一同紧跟在三头蛇后方 一边对石峰说道 又让你看出来了 石峰道 据说只要集其他们六个头还是七个头的 就可以召唤出神级大妖 神级大妖 听到黑袍人的惊呼声 石峰立即开口补充道 那是在我们那个世界的一个传说 也不知道召唤出的是半神 还是真神 不 黑袍人发出恍然之声点头 先前跟石峰一起 他也好奇天恒大陆 问过石峰一些天恒大陆的事 而石峰也向他讲述了一些 他已经知道 在天恒大陆 史上已经将半神跟真神混淆 带出了这妖神隐蔽之后 我就跟你去探望龙族 将那记载天恒大陆的古卷要来 到时候 我跟你去天恒大陆看看 看看是否像你描述地这样精彩 黑袍人说 其实天恒大陆 也谈不上什么精彩 只不过有很多是你们没有见过的新鲜事物而已 你们这的满荒大陆 舞者虽然强大 但是文明太过落后 石峰道 这里的人 穿着打扮 差不多跟天恒大陆万年之前的原始人一样 这黑袍人 一身诡异的黑袍 跟他们那些人比起来 算得上挺前卫了 你看 就在这时 石峰发出了一声惊呼 他看到 游动前方夜空的那三头蛇 三个蛇头竟然突然消失 就好像钻入了前方的黑夜之中 我们跟上 这时 黑袍人也出声道 他与石峰的身形 瞬间朝着那三头蛇顺闪而去 就在三道蛇身的身形完全钻入了夜空之中时 石峰与黑袍人的身形起起闪动 很快 两人的身形 竟也闪入了黑色夜空之中 旋即便消失不见 这时 我们是还在那个世界 还是进入到了一片新的天地 石峰与黑袍人 还有那条三头蛇 身形依旧悬浮于一片夜空之中 这片夜空以及他们身下的大地 跟刚才所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你仔细听 这时 黑袍人出声说 就在两人的话音急静下来时 石峰听到 前方远处 隐隐地传来了有两头蛮腰的大吼声 吼吼吼吼 听这声音的样子 像是两头凶兽在激战 石峰也旋即感应到了前方远处两道强悍的气息 激战的 应该是两头半神级的大妖 看样子 我们是进入到了另一片天地 或许这里就是真正的妖神陨帝了 我们先过去看看 石峰对黑袍人 指向那片感应到的战场说道 两头大妖大战 欲奔相争 他这个鱼翁自然是不想错过 吞噬两头蛮腰的血 是血剑也并能再进阶了 而石峰自己的灵魂之力 也早在突破的边缘 吞噬两头半神之境的大妖魂魄 自己的灵魂之力 应该可以突破至八星地极之境了 随后 石峰身前血色光芒再次闪耀起 那条三头蛇 被石峰重新吸回到了血色石碑之中 然后他与黑袍人的身形 再而向着那边狂暴的战场闪动而去 不过两人向着那边过去之时 自然没有忘记探索这片天地 更时刻提防着 可能随时会到来的凶险 这里 极有可能便是远古之时 远古妖神都陨落在此的真正的妖神隐蔽 第982章沙妖 吼吼吼吼吼吼 当时风雨黑袍人赶到那片狂暴的战场之时 便看到了一只巨型黑色蜈蚣 浑身燃烧着熊熊的黑色烈焰 与一头巨大凶恶的白虎大战 黑色熊熊烈焰 焚烧着这片天地 化为一片黑色火海 不过那只巨虎身处于熊熊黑色火海之中 却有一股强劲的气流护在他的周身 黑色烈焰 根本无法焚入他的身躯 吼 巨虎张嘴发出一阵怒声大吼 露出两排锋利尖锐如利剑般的獠牙 紧跟着 白虎整个巨大的身躯上 升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暴 黑色的火海 竟立即被这猛烈的风暴给卷入 看上去 就好像一道巨大的风暴 燃烧起了黑色烈焰 看来 胜负已分 看着那方两头大妖的战场 黑袍人出声 说 虽两头都是半神级大妖 不过很明显 这白虎的半神力强过这只黑蜈蚣太多 这头白虎拥有着远古似大神兽白虎的血脉 天赋自然不是这只黑色无功能笔 池锋也点头 表示同一黑袍人所说的话 接着 血色剑盲在石锋的右手一个闪烁 视血剑再次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池锋低头 望着手中的视血剑低南 远古似大神兽白虎的血脉 想必对你来说是知大补之物吧 池锋这话 自然是对视血剑内的气灵 血阴寿所说 话音一落 手中的视血剑 顿时在石锋手中微微颤鸣起来 我走了 池锋转过头 对黑袍人道 紧跟着 身形变一个闪动 消失在了这片夜空之中 吼吼吼吼吼 天地之间都是狂风大作 见到那巨大的黑焰飓风席卷而来 黑色蜈蚣发出了一阵阵怪叫 很明显 这只黑色蜈蚣 在对方的力量下 已经出现了巨色 伸下密密麻麻的黑色大脚 朝着后方击退 随后猛然一个闪动 消失不见 哼 突然间 一道冷恒之声响起 吼吼 随后 一道道痛苦凄厉的怪叫声回荡夜空 就在那只黑色蜈蚣刚才所在之地的后方不远 那只消失的黑色蜈蚣 渐渐地浮现出了他那巨大的黑色身躯 而一道白色的身影 此刻正蹲在他的蜈蚣头上 一柄血色长剑 已经刺入 厉厉厉厚厚厚厚 黑色蜈蚣 痛苦凄厉的怪叫声不断发出 整具黑色巨大的身躯 顿时剧烈地翻滚了起来 像是在剧烈地挣扎 反抗 黑色烈焰 在从这具巨大的身躯上猛烈焚烧起 很快在这片天地 也化为了一片熊熊燃烧的黑色火海 哼 就这样的火焰 能伤到本少 剑对着那片黑色火海 石锋再次不屑地冷恒一声 地喝道 不管这黑色蜈蚣挣扎地如何剧烈 石锋都是蹲在他的蜈蚣头上 纹丝不动 而就在这时 石锋的身上 顿时燃烧起了无比妖异的新红色烈焰 整个人 立即化为了一个血色火人 散发着无比阴冷的气息 此时此刻 熊熊燃烧的黑色火海之中 多了一团血色火人 而那些看似猛烈焚烧的黑色火海 却开始战动了起来 仿佛极为忌惮那团 只有人形般大小的血焰 此血火 乃是天极烈焰 其实这不过是火焰等级上的压制而已 不过也很快 那只狂暴剧烈挣扎的黑色武功 终于安静了下来 停止了挣扎 嗜血剑刺入他的身躯 本就在不断疯狂地吞噬着他的血液 他的身体 早如泄气般的皮球 在不断地干瘪 而此刻 疯狂嗜血的嗜血剑 终于将他给吸死 石锋很快吞噬了这头黑色武功的死亡之力 灵魂之力 在吞噬了这只半神级大妖的魂魄后 石锋的灵魂之力 立即步入了七星地级之境 与此同时 纳刺入黑色武功的嗜血剑 也是血色光芒一闪 剑与血音兽 同时进阶步入了八星地级之境 不过这具黑色武功身躯庞大 血液自然丰富 嗜血剑还在继续吞噬着 由于这头黑色武功已死 那熊熊燃烧的黑色火海 也在逐渐地熄灭 石锋身上的血色烈焰 也回卷入自己的身躯 这时 石锋的目光望向了前方 他已看到 那道巨大的黑色烈焰风暴已到 仿佛连接天地 朝着自己狂暴地席卷而来 不用着急 本少现在便来摧毁你 望着那道席卷而来的黑焰风暴 石锋冷喝一声 蹲着的身躯 缓缓地站起 右手已经凝结了一道剑指 紧跟着 石锋一声低喝 虚空 剑杀 随着石锋的喝声响起 一柄庞大无形的沙伐之剑 在那巨大的黑焰风暴上空浮现 然后朝着那风暴 猛然降下 吼吼吼 一阵阵发狂发怒 又痛苦的唬啸之声回荡天地 那道巨大的火焰风暴 立即消散地无影无踪 那头巨大的白色老虎 重新显露出了他强悍巨大的身躯 不过在他的虎背之上 已被破开了一个大洞 鲜红的血液如喷泉一般 不断地从那大洞中喷涌而出 紧接着 看似强壮的虎蛆 仿佛浑身失去了力量 慢慢地瘫软下去 石锋那一剑将它已废 石锋不再去管前方那趴在地面的白虎 而是低下头 望着那柄试血剑 此刻 那只蜈蚣的尸体已经接近于干瘪 一道血色之光 再次在嗜血剑上闪耀 嗜血剑 血阴兽 成功步入九星地级之境 离半神之境 已经越来越近 去吧 随后 石锋对着嗜血剑 一直指向了前方那头白虎 吞噬了那头白虎的话 嗜血剑静皆为半神器 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令石锋期待的是 这嗜血剑的气灵血阴兽 它是否能突破 旋即间 嗜血剑从干瘪的黑色蜈蚣身躯上自动抽动 化为了一道血色剑芒 有如一颗血色流星划过黑暗 朝着前方的那只白虎飞射而去 一剑 狠狠地刺在了那头白虎额头中心的黑色王字上 吼吼吼吼吼 紧跟着 一道道极度痛苦的吼叫声 又从白虎的嘴中不断吼出 剧烈的虎啸声在一次震荡整遍天地 第983章再现天地异象 赤血剑 在疯狂吞噬着白虎之血 一阵阵痛苦的哀嚎声 慢慢地停了下来 两只凳大的虎墓 也跟着缓缓地合上 巨大的虎蛆 已经开始干瘪下去 石锋在吞噬了这头白虎大腰的死亡之力跟魂魄之后 便又低下了头 望向了自己脚下的那具干瘪蜈蜈 黑色蜈蜈虽死 化为干尸 不过他干瘪的体内 还散发着一股炙热的能量 石锋右手成爪 朝着下方一吸 顿时间 那道原本就被嗜血剑破开的剑洞之中 一团拳头大小的黑色火焰飞射了出来 飞射向石锋右手 被他一把握在了手心之中 灵式着手中这团跳动的黑色火焰 石锋尼难道 没有想到 这头大腰体内 竟产生了火焰精华 还算不错 吞噬了这团半神极受火后 也可再给我的丹田填补能量 对于自己如今已达半神境界的丹田 石锋就是吞噬了那些半神的死亡之力 血液 也仅是觉得沧海一粟而已 丹田如今所需的能量 已经越来越大 大到难以想象 至于吞噬自己除雾戒指中的那些原石 丹药 已经根本体现不出什么效果了 这团半神极受火 吞噬掉他的话 差不多几名半神强者的死亡之力跟血液 有 总比没有强 狗圣 跟着 时锋以灵魂之力沟通圣火 对着圣火一声低喝 不 一道听上去很没有力气的声音回应起 曾经自傲 总以为高高在上的他 如今被称为狗圣 他哪里会有精力去应 随后 也不用石锋说 轰地一声 一股血液烈焰从手心上燃烧而起 很快便覆盖了那团黑色火焰 黑色受火 很快便被圣火给吞噬 然后圣火倒卷回了石锋的手心 流向丹田 看来 你的那饼剑 即将要进阶为半神器了 这时 一道悠然的声音 在石锋的身旁响起 跟着 一道黑色的身影在石锋身旁显现 石锋转过头望向黑袍人 问道 不知你们这蟒荒大陆 有没有一种天生灵魂形态的蛮腰 叫血阴兽 血阴兽 黑袍人摇了摇头 说 没听说过 不过他没有听说过 也并不一定说 这片蟒荒大陆就没有出现过血阴兽 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听说 又或者 这个蟒荒大陆 与天恒大陆称呼不同而已 黑袍人摇头 石锋便也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下去 接着转回过头 看向了那句 此刻已经沦为一片干瘪的白虎之躯 紧跟着 一道异常浓烈 异常璀璨的血色之光 从视血剑上冲天升起 仿佛一道巨大的血色剑芒 直冲苍穹 这片漆黑的天地 顿时间被染味了一片血色 一下子血光通天 此剑进阶 竟显现如此天地异象 望着那冲天而起的血光 照耀这片天地 黑袍人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惊呼之声 甚至他与石锋还感应到 一股无比浓烈的杀伐之气与血腥之气 开始弥漫着这片天地 此剑 终于回归了当年的巅峰之境 石锋在想 要不是这柄剑当年便是半神之气 他这境皆为半神气 定然也是逆天之举 或许会降下恐怖的天地劫雷 好剑 望着那柄是血剑 石锋咧嘴一笑 笑道 今后自己有这柄剑在手 以此剑发动半神战计虚空剑杀 就是那的头顶破碗的老头 石锋都有信心一招将他给灭杀 回来将手探出 石锋一声低喝 那柄是血剑顿时朝着他倒飞而回 很快便飞回到了石锋身前 被他一把握住了剑柄 这次来到满荒大陆 石锋虽然是不情愿到来 却没有想到 在这收获竟有如此的大 现在的战力 已经根本不是曾经的自己可比 就是当年俯视天恒大陆的那的自己 九幽大帝幽冥 石锋都可以指点杀 石锋剑回归石锋手上之后 渐渐地 冲天而起的血光 开始逐渐退去 这片天地 也慢慢地重新回归于黑暗 石锋伸出左手 轻抚着石锋剑的剑身 慢慢地感应着这柄步入半神级的 石锋杀伐之剑 不过血英兽 并未如视血剑一样 成功步入了半神之境 这血英兽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竟然进入了一种很是奇异的状态 浑身上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色之物 就好像血色的剑一般 将它整个身躯都包裹在了其中 石锋与血英兽有主仆契约在 他已感应到 这血英兽进入到了沉睡状态 见到血英兽这种模样 令石锋渐渐想到了破茧 剑成叠四个字 心中暗道 难道他能量已经足够 到了另一种进化状态 那么这一次的进化 不知能否令他步入半神之境 石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 也不是很确定 我们先离开这里 刚才你这些剑显现天地异象 我正感觉到有好几股强大的气息 正往我们这急速过来 有一股气息 甚至强大到可怕 这时 石锋身旁的黑袍人又出生 对石锋提醒到 石锋从黑袍人的话中回过神 这时 他也感应到了有好几股强大的气息 其中一股气息 竟然令他都无法感应出什么境界 这 这是什么境界 石锋经呼出声道 二星半神境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此大妖 乃是蛮妖山脉的妖王 黑骄 没想到 他竟然也进入到了这妖神陨地 我们快走 黑袍人说话之时 身形已经引入到了黑夜之中 石锋的身形 也随即被黑袍人给引去 接着 两人的身形 再一次积极闪动 开始远离这里 二星半神大妖的力量 未入二星半神境 根本无法想象得到 虽只差一星 但却是天差地别 在这片大荒 到底有几个达到二星半神的强者 二星之上的 又有多少人 持风与黑袍人一边急速闪退 一边开口问他道 据我所知 被你用火烧死的那白牙复兴 黑鸭族部落族长白军乃是二星半神境的强者 我们山巫族的族长 还有我们山巫族的第一天才神武 也是 黑袍人说道 第984章传说中的公孙太映 神武 那个你让我跟他一战的神武 乃是二星半神境 听了黑袍人谈论二星半神的话后 石峰发出了一声惊呼 黑袍人听到石峰的惊呼 就好像没有听到似的 继续对石峰接着刚才的话语介绍道 这片大荒 还有个实力不弱于黑鸭族部落的天龙族 传闻天龙族族长龙侯 境界也达到了二星半神 行风族族长行奇 听说境界也是在二星半神之境 最可怕的 乃是大荒城城主公孙太映 传闻此人的境界深不可测 传言之中 他已步入了三星半神境界 就连说他步入四星半神的传闻都不少 乃是这片大荒的真正霸主 无人胆敢违逆他 三星半神境 当石峰听到黑袍人对于最后一人的介绍时 忍不住地一声惊呼响起 二星半神便是强大到令人无可想象的地步 那么三星半神 或是四星半神 那是要逆天到何等境地 接着 石峰想起了刚才提出的问题 对黑袍人道 听你刚才说 那神无乃是二星半神之境的强者 你让我如何跟他打 我不是让你现在就跟他打 黑袍人说道 你乃传说中的不死魔体 而且经历过灭魔黑雷的毁灭都活下来了 我相信你日后的成就 定然不会在神无之下 只要你答应我这一战的承诺便可 我还是没想明白 你为何让我跟他一战 这对你来说 有什么好处 石峰问道 老夫说过了 等出了这妖神隐蔽 这时老夫在慢慢地告诉你 黑袍人又以这话拒绝回答 听到黑袍人又这么说 石峰便也不再问 不过他说自己拥有不死魔体 相信自己日后的成就 石峰自己知道自家事 以自己如今这颗变态丹田的话 带到能量充盈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更何况 就算能量足够 还需要武道上的领悟 我们站先在这庭下吧 两人的身形闪出了足有千里后 黑袍人再次出声 对石峰说 接着他又说道 还好 黑胶并没有追过来 不然的话 我这隐蔽秘术 也难以瞒过二星半神境的黑胶 随后 他与石峰的身形同时一顿 停顿在了一座巨大的山峰之巅 不过 这座巨山如其他山峰一样 依旧是一片光秃 生机全无 黑袍人与石峰留在这楚山边之后 两人便开始继续巡视四方 感应着四方 探索这片天地 及这座巨大山峰 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不处 最后 两人又是大失所望 这片天地 跟其他的天地 还有外面的那片天地 好像除了这里有蛮腰进入 并没有其他的不同之处 难道这妖神隐帝 还是另有其他天地不成 你们当时既然准备进入这妖神隐帝 就没有这妖神隐帝的其他信息 池峰开口 问向黑袍人道 此乃远古之地 金夫也是在无意间中获知 然后告诉我 此地历经那么悠久的岁月 哪里会有其他的信息 黑袍人说 跟着 黑袍人又说 既然外面存在着一个远古大阵 那么这片天地 定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么简单 说不定 妖神陨落之后 他的骨还尚在 真神之骨 万骨不化 乃是炼制战器的最好材料 如果妖神还有神物 或者传承留下 那些才是重中之重宝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得尽快确定这里是否是真正的 妖神隐帝才行 石峰道 嗯 黑袍人听了石峰的话后 点头 走 我们在寻着地面看看 石峰低喝 随后与黑袍人的身形 同时在这巨山之巅上再而一个闪动 闪出了巨山之巅 急速闪向了下方大地 为多久 石峰与黑袍人的身形 便闪现在了夜里的大地上 然后又在大地上不断闪动 闪向前方无边无际的大地远处 哈哈 三公子不愧为三公子 竟然这等密室都被您给发现了 哈哈 这 想必便是真正妖神所隐帝之地 妖神隐帝了吧 漆黑的夜空之中 有一头巨狼蛮腰从夜空中奔出后 顿时间 一道又一道的身影 不断地在黑夜中出现 其中有一格老头 便是那来自大部落的长者 吉老 还有一名模样普通的青年 正是来自大荒城的三公子 公孙元 随后 大约接近五百道身影 都在这片夜空中显现出来 其其傲力虚空 开始张望感应着这片新天地 妖神隐帝 或许那妖神遗留下的宝物 便在这片真正的妖神隐帝里了 人群之中 有人想起妖神的真神之宝 声音都变得有些激动地说道 接着 不少人都在脑海中幻想起来 要是自己得到那真神宝物 要是自己得到真神器的话 那么这片大荒 谁还敢忤逆自己啊 什么黑鸭族 什么天龙族 什么行风族 什么大荒城 都要匍匐在拥有真神器的自己脚下 自己 将入住大荒城 取代公孙太映 成为这片大荒的新一代霸主 这什么大荒城公孙家三公子 到时候 想让他生就再生 想让他死在这妖神隐帝 便让他死在这妖神隐帝 人群之中 有一名大约二十出头的青年在幻想 想着想着 最终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了那公孙元 露出了冷然的笑意 这青年相貌平平 天赋平平 只不过拥有七星五圣之力而已 但他也想获得真神器 然后一飞冲天 俯视这片大荒 三公子公孙元 仍旧是一副和善之戎 暴力于人群之中 有种重心拱月般的感觉 这时 公孙元身形缓缓下落 离开了人群 然后目光 也开始扫视着这片天地 这时 一个哥哥族部落之人 都开始屏住了呼吸 停下了说话 不想发出声音干扰到三公子 等待着这三公子的查探结果 毕竟他是这片大荒霸主 大荒城城主公孙太印之子 见识定然不凡 更何况他们之所以能够来到这片天地 还是这公孙元有所发现 叫人抓住那头蛮腰巨狼 他们跟在巨狼身后才穿入到达这里 此时此刻 这公孙元在他们的心中 那是有着绝对的幸福力 而且这三公子 也根本没有三公子的架子 一脸的和善 很是平易近人 第985章三角坟墓 外表和善的公孙家三公子公孙元 其实真正知道他的人 却是对他极为忌惮 那出自大部落的长者吉老 便是忌惮他的其中一人 吉老早就听说过公孙元大名 此人外表看似和善 却是心狠手辣 冷酷无情之人 甚至说是极为冷血 乃是一个真正的狠毒角色 得罪他的人 没有一个会有好的下场 吉老甚至还听到过这么一个密文 几年前有一个部落的孩童 随他们部落的大人们 进大荒城置办食物 孩童顽皮 在街头上嬉戏 却不料公孙元所成的青铜战车行来 那孩童背对着没有见到战车 差点被那辆青铜战车给撞上 幸好随他一起来的大人及时见到 万显之中出手救了那个孩童 之后 那大人有些气恼 前方有孩童 那辆青铜战车竟然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 便出言怒斥了战车里的人几句 当时 公孙元从青铜战车中 探出了个脑袋望向后方 脸上带着一副和善的面容 望着那出言怒斥的人没有开口反驳 脑袋很快攥回到了青铜车厢之中 原本大家以为 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是就在那的晚上 那个近大荒城置办食物的部落 一夜之间失衡遍野 特别是部落里的所有孩童 不管是男童女童 死状很明显全是被车轮给活活年死 还有那个出言对公孙元怒斥之人 不但被拔掉了舌头 还被扒皮抽筋 死状惨不忍睹 不少人都知道这个部落被凄惨灭族 是谁干的这件狠事 但是却没有一人敢说 三公子公孙元感应了一会这片天地之后 接着微微地摇了摇头 发出了一声和善的呵呵笑声 三公子 您可有什么发现 上方有一名中年舞者 听到公孙元发出呵笑声后 开口问道 暂时没有 公孙元回答道 跟着 公孙元又开口说道 这片天地 表面上看上去 还是跟刚才那片天地一模一样 不过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我们先探索看看 嗯 听到公孙元的话后 人们纷纷点头应道 接着 这接近五百的人群 一同在这片天地间开始探索起来 人多力量大 如今进入这偏心的天地后 他们已经不单单想着防备那邪恶的山巫族妖孽了 而是在这远古遗迹中 防备着可能随时到来的凶险 人多 大家可以一起对抗 至于好处 那就先见到好处再说 反正目前 他们看上去还是一致团结 你看这片山脉 特别是我们前方的这座山峰 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时 石峰与黑袍人停在了一片山脉之前 望着前方的一座山峰 黑袍人出声问石峰道 石峰的双目 也凝视着前方那片山脉 这片山脉中的山峰 与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一片光秃 生机全无 不过 却还是给了石峰一种异样的感觉 石峰开口说道 这片山脉 令我感觉到了一片与其他之地不同的死集 这里的死集 透着让我不安心 浑身都感觉到不自在的感觉 石峰如实地将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 至于这座山峰 倒跟这些山峰一样 没有让我看出其他的什么不同 石峰又说 哦 我差点忘记了 你来自天恒大陆 黑袍人发出一道恍然的声音 说 跟着他又说道 这座山的形状 像极了我们蟒荒大陆 死者的坟墓 坟墓 听到黑袍人的话 石峰发出一道惊呼 如此异地 见到一座与坟墓一样的山峰 会是巧合 跟着 石峰开始更加仔细地打量着这座山峰 这座山峰很大 形状确实有些怪异 类似于一个三角形 我们过去看看 石峰建议道 嗯 黑袍人点头 这处山脉定然非同寻常 小心一点 黑袍人对石峰出言提醒 随后 他与石峰的双脚脉动 小心谨慎地朝前走去 既然意识到了这里的不寻常 他们便也不敢大意 还是一步一步地潜入为好 不然的话 盛行要是急速闪入到了远古大阵中心 那就是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 唯有灰飞烟灭 这处妖神隐帝 就算有十座八座的远古大阵存在 也不足为奇 不过 石峰与黑袍人 战时还是幸运的 直到他们走到了那座坟墓形状的山峰下 都没有遇到远古大阵及其他凶险 接着 两人的双目 不约而同地凝视向了那山峰之底 既然像是一座坟墓 那么秘密 应该在这坟墓底下 就在这时 石峰心念一动 身旁一道血色光芒闪耀 一具面色惨白 看上去有些呆滞的殷尸 被石峰从血色石碑中召唤而出 这只殷尸 不过是一只普通的四阶王吉殷尸而已 石峰准备让他进入地底探索 王吉殷尸 灵智都未开 石峰与他 也并没有什么情感可言 作为探索凶险之地 也算是合适不过 在石峰的心念操纵之下 那句王吉殷尸 玄吉沉入到了地底 通过地底 朝着那座山峰底下穿梭过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石峰的心神 突然间一震 怎么了 黑袍人感觉到了石峰的异样 连忙出声问道 震荡的心神 很快便被石峰给平复 石峰转过头 对着黑袍人咧嘴一笑 说道 这座山峰的下面果然不同 刚才我派的那只殷尸还未接近 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瞬间震死 我与那句殷尸有主仆契约 受到了些反噬而已 不碍事 看来陨落的远古妖神 很有可能被葬在这座山峰底下了 果不其然 这里便是那远古妖神的坟墓 黑袍人说道 历经辛苦 终于得到了一些眉目 不过黑袍人的声音 反而透着凝重 因为这里真是那妖神坟墓的话 那么接下来他们将要面对难以想象的凶险 池峰还是不断地仔细打亮着这座山峰 也是面色凝重地出声道 如果我们从地底进入的话 将要面对震死因尸的那股强大神秘之力 这不是明智之举 那股力量令我感应到极度的危险 就连你我都可能立即灰飞烟灭 先不及 黑袍人说道 我们再在这座山峰的四周看看 再行决定 第986章动荡开始 池峰与黑袍人一同 双脚离地 身形缓缓飘浮而起 然后朝着上方一边缓缓升空 一边仔细地感应着这座山峰 不过两人 自始至终没有放松过警惕 直到两人即将到达山顶之时 飞袍人突然出声 对石峰道 你快看 这道符文 石峰与他的身形 旋即顿指而下 悬浮在了山峰前的虚空 他们此刻的前方 是一面看着坑坑洼洼 干钱巴巴 仿佛经历过无尽风雨摧残的岩壁 很快 石峰也注意到了岩壁之上 有着一道很模糊 悠久岁月过去 已经根本看不清楚的文字 石峰与黑袍人紧紧凝视着 感应着这道模糊文字 想将它给看透 但是紧接着 石峰与黑袍人的心神 同时一阵 就连他们的身躯 都跟着一个阵战 看来 他们想要看穿这道模糊的文字 心神却遭到了反噬 就跟石峰当时在满腰山脉时一样 想要记住那座远古大阵的阵眼符文 结果不但无法记住 反而心神遭到了反噬 此刻不用说 他们两人也知道 这是一道他们同样无法看透的远古符文 这座山峰的关键 可能便在此了 黑袍人伸出洁白修长 像女人般的手 出声说道 石峰每次见到这只手 就感觉跟他那苍老沙哑的声音很不相符 而且跟自己想象出来的那老头样貌 也是很不相配 不过最终石峰还是隐声声将他们给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其他的都是一个糟老头的模样 那满脸皱纹的糟老头 唯独拥有这么一双洁白修长的手 跟着 黑袍人在而出声 对石峰提议道 我们一同对这道符文 发动攻击看看 嗯 石峰听了黑袍人的话后 点头赞同 紧跟着 他与黑袍人的身形同时一个闪动 朝着后方急速闪退而去 要对这神秘未知 可能有极大凶险的远古符文发动攻击 他们自然要远远避开 在未知凶险的远古遗迹 必定要处处小心才是 待石峰与黑袍人的身形再度出现时 他们已经闪现在了百米开外的夜空 顿时间 两人齐声一阵低喝 虚空 剑杀 暗影 荡叶 拳击间 一柄横着的沙伐之剑 在那道模糊的远古符文前显现 剑间 直指那道远古符文 而此时 这道剑 不仅燃烧着血色烈焰 还有黑色电流在血焰中流转 这道虚空剑杀 使风已融合了圣火 还有面膜黑雷的力量 紧跟着 一道黑影在沙伐之剑旁浮现出来 随后 血焰黑雷沙伐之剑与那道黑影 同时轰向了那道远古符文 沙伐之剑狂猛的几次而入 黑影猛然爆破 产生了强烈狂暴的爆破之力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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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就在这时 这座被轰击的山峰 这片大地 然后这一大片山脉的群山 竟然都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就好像这片天地 突然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大地震 明明只轰击那道远古符文 那座山峰 竟然得到了整片天地的响应 牵一发而动全身 石峰与黑袍人一击之后 两人便没有在动 继续凝视着前方 石峰道 这道远古符文 历经悠久的岁月 还不如入口处那座远古大阵的阵眼 你我合力 应该可以破去 黑袍人默默地点了点头 接着出声说 不过这里此刻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想必定然要吸引不少蛮妖过来了 特别是那头妖王黑骄 还有那些各族部落之人 不知道进入了这片天地没有 如果他们也来了 接下来 麻烦或许更大了 不管那么多 走一步算一步 眼看妖神尸骨极有可能就在下方 想要你我退去 那是不可能的 到时候谁若跟我们抢夺 我们便杀谁 石峰冷冷说道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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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天地的震动 还在继续 不但没有停下的趋势 反而变得更加的剧烈 吼 吼吼 我感应到了 感应到了 远古妖神对我的召唤 夜空之中 一只头长黑色独角 巨大凶恶的黑色蛟龙飞旋 张嘴发着如凶兽般的吼叫 露出一根根尖锐的獠牙 更显猙獰之容 黑蛟吼叫着 又口吐人族言语 只不过这些言语听上去有些声音 妖兽到达他这境界 灵智开启 要想学人族语言自然没有障碍 只不过大部分妖兽 自然认为自己力量强大 肉身强壮 血统高贵 不懈去学那些卑鄙 阴险矮小的人族言语 黑蛟在夜空发出怒吼之后 下方约有七百头妖兽 匍匐在微微震动的地面 在妖王黑蛟的威严下 平日里凶恶横行的他们 全部不敢吭声 就是其中一些 一心半神境的大妖也是如此 他们之中 有二十几头大妖乃是 蛮腰山脉的一方霸主 但是黑蛟 乃是整片蛮腰山脉的王 妖神允帝 本王早就有听说 只不过有远古大阵的存在 本王一直忌惮 如今 如今本王进来了 本王已经感应到远古妖神的亡灵 在对本王的召唤 走 跟随本王去继承妖神的传承 黑胶飞旋夜空的巨大龙身一个停顿 两只大灯笼般的龙墓 瞪向了发着轰鸣的远处 就在他说完最后一句人语后 巨大的黑色龙蛆 在夜空中猛然一个闪动 旋即消失不见 就在黑蛟走后 下方大地之中的七百头重腰 才跟着纷纷而动 这片原本微微战动的大地 一下子猛烈地动荡起来 另一片夜空之中 人族各部落之人 此刻也都将目光急剧 向了发着巨大动静的方向 公孙家的三公子公孙元 朝着那方感应了一下后 接着咧嘴一笑 自语道 看来有人先我一步了 不过也好 省得我继续麻烦 反正到头来 这里的一切都将属于我公孙元 各族勇士们 我们走 那边定然是妖神宝藏开启了 远古妖神的宝藏 正在等着我们 公孙元对着人群呼喊道 其实不用他喊 人群此刻早已经蠢蠢欲动 突然一片死急的远古遗迹 如今震动了起来 谁又按耐得住 第987章死亡实相 轰 持风雨黑袍人身处于这片 不停震荡的天地 不过注意力都凝聚在前方 那座有如坟墓般的巨山上 而就在这时 天地间响起了一阵 如巨雷乍响的暴鸣 那座巨大的山峰 在他们两人的注视之下 突然崩塌 话为了一块块十块 看来我们的方式没有错 此山一崩 等下应该便能见到 下方的真面目了 持风开口 对黑袍人说道 黑袍人点头 随后 他们便在等着这座崩塌的巨山 待他彻底地平静下来 而那座巨山之下 此时此刻竟仿如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无底洞 巨山轰然崩塌 分崩离析 化为了一块块大石块 而那些大石块 此时看着仿如正在被一只巨大的大口给吞吃 就连上方纷纷坠落而下的石块 也不断地掉落了下去 消失地无影无踪 随着石块不断地沉落 石峰与黑袍人看到 那座原先巨大山峰的底下 确实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无底洞 那座巨山化为的大量石块 便是不断地坠落到了这个巨大的黑洞之中 或许这个便是下去的通道了 我们过去看看 万事小心 见到那的巨大漆黑 如无底洞般的黑洞出现 黑袍人对着石峰沉声出声道 跟着 两人的身形同时一闪 很快便闪到了那个巨大黑洞的上方 低头望了下去 不过 两人望了一会后 根本无法望透着下方的景象 这个巨大的黑洞 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存在 以他们两人的目力 都无法洞悉 不好 这时 黑袍人惊呼一声 将头转向了后方 仿佛透过这黑夜 能望到黑夜中无尽的远处 这时 石峰的脸上也浮现了冷意 他已感应到 有无粗骨凶悍 暴力的气息 正朝着自己这方急速接近 有一股气息无比的强大 是那些蛮妖 还有妖王黑胶 他们正往这边急速过来 石峰冷声说道 那股强大的气息 没有错 是那二星半神境的黑胶 先前视血渐进阶之时 献天地异象 跟那时候自己感应到那股气息一模一样 确实黑胶 跟他的蛮妖大军 黑袍人也跟着沉声出声 声音终于是满满的凝重 跟着 石峰低下了头 将其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收回 凝视向了下方的那个巨大黑洞 开口道 我们走 走 黑袍人也跟着应了一声 随后 两人的身形化为一黑一白两道流光 如流星一般 朝着下方急速坠落而下 转瞬便冲入到了那巨大的黑洞之中 吼 吼吼 吼 就在石峰与黑袍人进入巨大黑洞中不久 一道道无比凶悍的吼叫之声 在这片夜空之中响起 随后 一道巨大的黑色妖龙 显现在了那个巨大的黑洞上方 龙鹿俯视着下方那个巨大黑洞 口吼人言出声道 妖神的传承 看来便在这下方了 竟然让两只小老鼠先跑下去了 吼 碍眼的小老鼠 本王来抓你们了 黑骄再一次发出了一阵怒声大吼 响天震地 然后巨大的黑色龙身猛然移动 朝着下方直冲而下 黑龙入洞 吼吼 吼吼吼吼 吼 就在黑骄进入黑洞后不久 一阵阵凶瘦的怒吼之声 从远处不断响起 这片死疾的天地 死疾已然被打破 持风雨 黑袍人坠入黑色巨洞后 身形还在不断地朝着下方坠落 这个地下大洞 仿佛真的是一个无底的无底洞 直至他们感应到双脚踏在了一个岩石的地面 眼前的景象才渐渐地映入到了他二人的眼帘之中 此时此刻 他们仿如身处在一个空旷无边的地下洞穴 一股股阴冷冰寒 死亡的气息 正从四面八方朝着他们不断涌来 这片空间 好浓郁的阴冷死戏 这种死戏 并然是有强大的死亡生物存在 而且 数量还不少 感应着四方涌动而来的死戏 对于死亡异常敏感的时风 惊呼出声道 死亡之戏 黑袍人也跟着出声 随后 两人的视线开始在这片空旷的地下空间中扫动 很快 他们便看到了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前方 左方 后方 右方 四个方向 半空中都悬浮着十几座巨大的黑色石像 这些石像加起来约有五十来坐 一看便是蛮腰石像 不过 石风与黑袍人已经感应到 那些阴寒冰冷的气息 正是从这些石像中散发而出 然后朝着他们涌动而来 他们在动 虽然动得很缓慢 但却逃不过我的感应 刚才的他们 应该是在沉睡 此刻已在渐渐苏醒 我们快走 再不走的话 就来不及了 石风的声音透着焦急 对黑袍人说 从这些黑色石像中散发出来的浓郁死亡气息 他可以感应得出 这些沉睡中的死亡生物 每具石像的境界起码在半神之境 而且有依据异常高大的黑色石像 石风感应到他的气息 与那黑胶都不相上下 五十头半神境死亡生物 再加上一头二星半神境死亡生物 如果再不离开这里 那么他们就不用走了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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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间 一道道仿如碎裂开的声音 顿时在这片空旷的地下空间回荡而起 石风与黑袍人已经看到 那些悬浮半空的黑色石像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纹 如黑色蜘蛛网一般 裂纹还在不断地在石像上扩散 哪里有葛洞 我们马上冲过去 这时 黑袍人满是凝重的声音又响起 伸出洁白修长的右手 对着石风指向了右边方向 哪里 有着一个如城门般大的大洞 一眼望不到尽头 不知道又是通向哪里 走 石风与黑袍人 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 身形同时猛然一个闪动 朝着那的大洞闪去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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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具响声不断响起 一具具巨大的黑色身躯 坠落向了地面 大底都跟着剧烈地震荡起来 而石风与黑袍人 正想要闪入的那的大洞洞口 此刻也坠落下了 七八具巨大的黑色身躯 散发着比之先前 更加浓郁的死亡阴气 第九百八十八张怪物苏醒 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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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八道巨大的黑色身影 落在了石风与黑袍人的前方 挡住了他们前往那个大洞的去路 紧跟着 每具巨大的黑色石像 猛然一个震动 震得碎石飞溅 一道道身躯 露出了他们的真正面目 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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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体型模样 与刚才他们石像时的模样 没多大差别 只是看着缩小了一圈 不过依旧还是很巨大 持风与黑袍人两人的身形 跟他们比起来 只跟他们的脚掌 差不多大而已 这一具具巨大的身躯 浑身上下已经一片腐烂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身上缭绕着浓郁的死亡黑物 发着一声声似痛苦 似凶恶的凄厉怪叫 屈空 剑杀 暗影 荡叶 见得前方挡路的八头死亡怪兽 石峰与黑袍人同时一阵冷喝 紧跟着 一柄比这八头怪物更大 熊熊血焰燃烧 黑色雷霆流转的沙发之剑 在那八具死亡怪物的身前 横着显现 紧随其后的 还有一道黑色身影 枉然间 那柄巨大的沙发之剑横展而出 那道紧随其后的黑影一个闪动 吼 吼 八 吼 八具死亡怪物 瞬间被那柄巨大的沙发之剑给横展成了十六节 发出了一阵阵古怪刺耳的大吼之声 紧跟着 就在他们的中心之处 产生了一阵剧烈的爆破之声 正是那暗夜荡影自爆的爆破之力 旋即便在那八具死亡怪物之间疯狂肆虐 转瞬之间 在石锋与黑袍人的联手之下 这八具拥有半神之境的死亡怪物 已经灰飞烟灭 吼 吼 八 吼 吼 就在这时 一阵阵混乱的怪叫 不断地在石锋与黑袍人的身后响起 他们这边闹出的动静 已经引来了那数十头苏形的死亡生物 正往他们这方急速闪来 砰 一阵令的整片空间都为之剧烈震荡的爆响声响起 他们身后远处 那座最为巨大的黑色石像 也已经坠落到了地面上 石像上列纹已经彻底密布 眼见这只将拥有二星半神力量的死亡生物 便要彻底苏醒 而石锋与黑袍人前方的半空 还有五座石像 也有即将坠落的迹象 一坠落 便又将挡住他们两人的去路 将可以为那座最为巨大的石像 争取苏醒的时间 石锋与黑袍人的身形 在而一个闪动 只闪向前 很快 两人的身形 便出现了在那道有如城门般大的大洞口 砰 砰 砰 三声震响 突然从石锋与黑袍人的身后传来 有三座黑色石像又成功坠地 而就在这时 吼 吼吼 一股绝强的死亡气息冲天升起 令得这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更加的阴冷起来 仿佛空气都要被凝结成冰 与此同时 一道异常剧烈的大吼声回荡 令得整片空间都不断地剧烈摇晃 那只最为巨大 拥有二星半神之力的死亡怪物 沉睡了不知多少岁月 在这一刻终于苏醒了 持风与黑袍人的身形在那个大洞口出现后 接着便是接连不断地急急闪动 他们哪里还敢再次逗留 吼 就在这时 那片空旷空间的上方 又一阵剧烈无比的吼叫声响起 令得这片空间再一次发生了猛然的震荡 随后 同样有一具巨大的黑色身躯显现出来 散发着绝强的威压 正是那蛮腰山脉之王 黑骄 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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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 黑骄的出现 下方数十头巨大的死亡怪物 纷纷抬头望天 望向了那头如黑龙般的黑骄 这些是什么怪物 好强烈的阴冷气息 还有好臭的气味 望着下方的怪物 黑骄冷横了一身 最终 黑骄的龙木 凝聚在了那头最为巨大的黑色怪物上 这头怪物 阴冷的气息最甚 黑色的死亡之气也是最甚 整具身躯 都差不多被笼罩在一片死亡黑雾中 哦 这时 那具最为巨大的黑色怪物 与黑胶四目相对之际 再次发出了一阵剧烈大吼 随后巨大的黑色身躯猛然一闪 哼 见那怪物身形一个闪动而消失不见 黑胶再一次发出了一阵冷哼 声音中透着不屑 跟着 黑胶龙嘴大张 露出了两排锋利的獠牙 一个喷吐 一股无比炙热的黑焰从他嘴中喷吐而出 如黑色冲击波一般直冲前方 而就在这时 黑胶身前一道巨大的黑影刚好闪现 那股冲击出的黑色冲击波 刚好冲击在了那道巨大的黑色身躯上 嗷嗷嗷嗷嗷嗷嗷 一阵阵大叫声 载而响起 声音中透着狂暴愤怒 石峰与黑袍人的身形 依旧在这个巨大的通道中不断闪动 直至感应到后方真的没有死亡怪物追来 他们紧绷的神经才彻底地放松下来 这时 石峰开口对黑袍人说道 刚才我们进入的那一刻 我感应到那黑焦也下来了 或许正巧 他为我们引走了那些死亡怪物们的仇恨 应该是了 黑袍人说 声音中透着一股笑意 随后又道 不过我们还是快点前行才好 不然的话 不管谁赢了 都难免追过来 更何况 后面可能还有那些人族 特别是当时看透我隐蔽之法的那个青年 那个青年我也感觉出了他的不凡 石峰说道 虽然没有黑焦与那的死亡怪物那般强大的气息 但却给我一种比他们更加危险的感觉 外表平淡 无形之中却透着邪气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此人 便是大荒城三公子 公孙元 前几年 我在大荒城中无意间见过一次 黑袍人道 大荒城 公孙元 就是你说的这片大荒第一霸主 那叫什么公孙太阴的儿子 持风问 没错 黑袍人说 毕竟是前几年见到过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他 如果真是他的话 那么此人所修炼的战绩 想必是绝对不凡了 起码在虚空剑杀之上 虚空剑杀 不过是以星伴神战绩而已 而公孙元如果得到他父亲公孙太阴的传承 那么他所修炼的战绩 将会强大到难以想象 如果修炼的真是公孙太阴所传授的战绩 他以一星伴神之力 越即即杀二星伴神也不足为奇 第989章一模一样的青铜大门 公孙太阴 这片大荒的霸主 这片大荒的第一人 一声令下 谁敢违抗 这样的人物 就算获得了上古真神战绩 真神器 也不足为奇 黑袍人 曾经都无意中获得过一件残破的真神器物 接着 黑袍人又对时锋说道 反正无论如何 我们遇到那个人 都要小心 公孙家的传承 不好招惹 如果他不爱我们的事 那么我自然与他井水不犯河水 假若他来招惹我们 那么我不管他是谁 什么身份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弄死他 石锋在一次冷然出声 对着黑袍人说 这是他一贯的性格 一贯的作风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那就灰飞烟灭 身形与石锋一起急速闪动的黑袍人 听到石锋这话后转过头 像是在望着石锋 也不知道他这一刻在想些什么 听了石锋那霸道的话语后 他便也没有再出声说什么话 紧跟着石锋与黑袍人的身形 同时猛然一个停顿 他们此刻已经走到了这个通道的尽头 前方正有两扇古仆庞大的青铜大门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见到那两扇青铜大门 石锋的双目旋即睁大 心都跟着一阵满满的震惊 这两扇青铜大门竟然跟他在天恒大陆 死亡境地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不仅死亡境地 石锋当日在北域之时 见过一座青铜宫殿 入口也是这一模一样的青铜门 而且天恒大陆应该有好几处的远古遗迹 都存在着这种青铜大门 自己三弟子冷傲月的失踪 好像也是与他前些年触碰过这种青铜大门有关 一旦触碰这青铜大门 脑海中便会响起一道魔鹰 然后浑身会长出黑色长毛 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的怪物 石锋曾经就差点心神沦陷 还好及时离开了死亡境地 不要快停手 就在这时 石锋连忙发出了一道惊声大喝 他见到身旁的黑袍人 正伸出了双手 准备去推那两扇青铜大门 喝喊之时 石锋右手已经凝结了剑指 旋即间 一道无形的杀伐之剑 在黑袍人的前方出现 阻挡在了他的身前 逼得他的双手向后缩了出去 紧跟着 黑袍人身形一个急退 转过头望向石锋 冷声道 你这是为何 声音虽然有些冷 不过也透着疑惑 石锋道 这两扇青铜大门 不可随意触碰 我在我们天恒大陆也见过此门 一旦触碰 便会双手长黑毛 然后朝着浑身蔓延 最终沦为一个丧失理智的怪物 你在你们大陆 也见过此青铜大门 听完石锋的话后 黑袍金声道 接着 石锋在而出声补充道 而且一模一样 这绝对不是单单外表上的巧合而已 他们之间 定然有着联系 不 黑袍人语气凝重 避应了一声 看他现在那黑袍的模样 应该是在打量着那两扇紧闭的青铜大门 这时 石锋双手都凝结成了剑指 然后再而一声低喝 虚空 剑杀 顿时间 在那两扇青铜大门前 显现了两柄庞大的杀伐之剑 然后朝着那两扇大门猛然斩下 咚咚 两阵金属被撞击的声音响起 石锋与黑袍人脚下的大地突然开始震荡 在两柄杀伐之剑的力量冲击下 那两扇青铜大门正在渐渐地被推开 随着大门的开启 很快 显露出了一道可攻人进入的门洞 石锋旋即身形一闪 闪了进去 随后 黑袍人也是一个闪动 闪入到了其中 吼吼 吼吼吼吼 吼 死亡怪物所在的空旷地下空间中 此时此刻已经变得一片混乱 混战已然爆发 此时此刻 这里已经不仅仅只有散发着浓郁死气 散发着乐臭的死亡生物 黑胶麾下的蛮腰大军早已经到来 下方 是巨大蛮腰们与死亡生物的战斗 上方的战场 还属于最强大的黑胶 跟那头同样二星半神境的死亡生物 吼吼吼吼吼 两道巨大的黑色身躯铲打在一起 不断发出一阵阵暮声大嚎 那头巨大的黑色死亡生物像是一头巨大的黑猿 硕大的双拳紧握 不断地轰出 好几拳都轰在了黑胶的黑色龙身上 即使那黑胶肉身强硬 也有不少的黑色龙鳞被轰碎 流淌出黑色妖异的血液 仿佛中毒了似的冒着死亡黑烟 正是那死亡生物轰击它后 留下的死亡之气 不过黑胶也并不是白白受那死亡怪物的轰击 它的龙尾摆动 也不断地抽打在那死亡生物的身上 好几次都将它抽飞了出去 然后再喷吐黑色烈焰冲击在它的身上 那头死亡生物的右腿 先前已在那狂猛的黑色烈焰下 被焚烧成了虚无 这里还真是热闹啊 就在这时 一道悠然的声音 突然在上方响起 随后 一道声音缓缓地下落 在战场上方浮现 然后停下 正是那公孙家的三公子 公孙元 公孙元一副悠然自得地模样 看来他早就感应到了下方的战场 然后慢慢递下来 不像先前十风与黑袍人 那是如流星般急速直坠 直坠身底 公孙元出现后 接着 一道道人族身影也跟着缓缓飘落下来 而当一个个人 见到下方黑胶与那头死亡怪物的战斗后 他们的脸色旋即间大变 他们已经看出 那两个生物的强大 如果冲上来攻击他们的话 就算是以心扮神强者 那也是一处即往 在那两只强大生物的力量之下 低头俯视着他们的不少人 身躯都不由自主地战斗起来 是你 公孙家的三小子 这时 与那死亡怪物战斗的黑胶 认出了上方的公孙元 一边还在与那死亡生物激烈战斗 一边张嘴 口吐生硬的人言道 是我 黑胶叔叔 几年不见 你可好 上方的公孙元淡然一笑 笑着说道 而当人们听到黑胶之名时 一个个脸上立刻浮现了更加震惊的表情 蓝腰山脉的腰王黑胶 谁能不知道 听着公孙元与黑胶的对话 看来这公孙家 与这妖族至尊也有交情 第九百九十章 白骨觉醒 公孙家 乃是这片大荒的霸主 与蛮腰山脉至尊黑胶有交情 那也没什么可令人意外的 黑胶张嘴道 托你们公孙家的福 我黑胶一直很好 黑胶的语气好像不是很好 可以听出他对公孙家 其实并不友善 吼吼吼吼吼 黑胶正在张嘴说话之际 被那死亡生物猛然一拳 爆砸了他的龙头 顿时发出了一阵阵愤怒的龙嚎 两只只有四指的龙爪 连忙朝着那死亡生物疯狂地抓去 顿时间 黑色爪影连连 黑胶前方的死亡生物 顿时被密密麻麻的黑色爪影给淹没 吼 刮吼 一声声剧烈的痛吼之声响起 这非龙爪影 乃是二星半神战计 黑胶熟书这一招 果然厉害 上空之中 公孙元依旧一脸淡然的笑意 开口说道 不过紧跟着 公孙元面色一冷 一阵冷喝 黑胶熟熟 我来助你 冷喝之时 公孙元右手长爪 对向了黑胶与那头死亡生物的方向 一道斜翼的灰色漩涡 顿时在公孙元的手心上浮现 力量 吞噬 持风与黑袍人进入青铜大门后 出现他们眼前的 乃是一片辽阔的天地 不过在这片天地的大地上躺满了一具具森森白骨 这些白骨密密麻麻 延伸向了无边无际 无尽的远处 不过时风与黑袍人发现 这些白骨没有一具是人族的海骨 那骨形 像是一种身躯跟猛虎差不多大的蛮腰 而每具白骨的骨形都一样 这躺在地面的成千上万具白骨 应该出自同一种族 这是被灭族了 到底是谁 竟然如此之狠 妖神陨落之地 前面我们遇到的死亡生物 还有这些未知名的蛮腰白骨 不知道又是怎么回事 黑袍人望着前方一片森白的大地 出声说道 妖神陨帝 也只不过悠久岁月下来的一个传说之地而已 我们不要被他的字面意思所迷惑 是不是真正妖神陨落在这 我们没有亲眼见到 不要妄下结论 不过这片天的在满腰山脉的通道 却有远古大阵守护 此地必然不会平凡 石峰也望着前方密密麻麻的兽形白骨 道 又望了一会儿后 石峰又开口 道 不过这个种族真是强大 这么多的白骨 历经这么久岁月都没有朽坏 生前起码达到了半神之境 促以万计的半神强者 那该是一股多么强悍的力量 而又是什么变故 可令这些强悍的生物都葬生在死 远古生灵势力之强大 远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想象 那个时代 可是真神生灵都横行的时代 黑袍人说 接着 黑袍人又出声 走 我们继续深入看看 说不定那妖神海骨 便在前方 两人此刻已经仔细感应过了这片天地 暂时没有发现在有什么强大力量的波动 及其余凶险 随后 两人的身形再而易闪 出现在了前方远处 身处累累白骨之中 随后 两人又是接连不断地闪动而行 不断伸入 直至有头巨大的海骨 出现在它们的前方 它们闪动的身形才停了下来 这具海骨的骨形 跟着遍天地其余海骨的骨形基本一致 只不过一围巨大 看上去像是那些生灵的王者 这 黑袍人与时风凝视着那具巨大的海骨 跟着黑袍人摇了摇头 这头生物生前虽然强大 不过并不是真神生灵 听它的语气 有些失望之色 还是没有找到妖神骨骸 嗯 而就在这时 时风忽然一惊 它看到 这只巨大的海骨 竟然在它的感应之下 动了一下 这具海骨不对劲 退 时风连忙对黑袍人喝道 两人连忙身形往后闪退 哦哦哦哦 哦 而就在这时 那具巨大的巨兽海骨 突然发出了一声声放如凶兽的吼叫 就在它发出吼声之时 那一句巨躺在地面的万千海骨 仿佛得到了召唤 竟然纷纷动了起来 而一声接着一声的凶兽吼叫之声 不断地从那一句巨海骨的嘴中发出 整片天地 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 累的 怎么回事 时风猛然大惊喝道 而就在这时 就在它们身旁不远的一具海骨 就如真的活过来了一般 朝着它们扑而来 躯空 剑杀 持风一阵惊喝 一直点向了那具扑来的凶兽海骨 砰 在时风的这一指之下 那只凶兽骨还顿时散架 随后燃烧起了熊熊血色烈焰 但这时 时风与黑袍人已经感应到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白骨从地面上爬起 就刚才那来蹦过来的白骨 虽然在时风的一指之下被灭 但是时风已经感应出 刚才那具白骨冲击过来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一星半神之力 如果这么多的白骨都从地面上爬起 如果全部朝着自己两人冲击而来 那么 绝对将是一场大灾难 特别是前方那具仿佛正在觉醒的巨大骨骸 等它彻底起来的话 那么自己两人就真的死翘翘了 我们走 绕过那巨大的 时风在而发出了低喝 不过就在这时 又有五具白骨凶兽 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这一次 时风直接拿出了大地神钟 右手截剑指 一直点向了神钟 咚 一阵剧烈的音波如海浪般震荡而起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开 那朝着他们扑过来的五具白骨 瞬间在音波的震荡力量下 骨头分散 这些复活过来似凶兽的白骨 冲过来的力量虽然强大 不过防御确实极低 音波力量震散了那五具白骨后 还在继续往四面汹涌扩散 顿时间 音波之力所过之处 一具具战起的白骨凶兽 顿时又纷纷散架 洒落大地 这时 时风与黑袍人的身形又是开始了连连闪动 这些白骨根本杀不光灭不完 与他们对抗根本没有丝毫的好处 反而不断损耗着自己的力量 此时此刻 他们急速闪动的身形 已绕过了那只最为巨大的白骨 身形甚至还闪到了虚空之中 虽如此 不过下方人有一具具如凶兽般的白骨 朝着他们飞扑而来 张牙舞爪 发着一阵震如怪兽般的吼叫 第991张海 东 被时风抓在左手的大地神中在被敲响 强烈的音波力量震荡 有十二具如凶乐妖兽般的白骨 正朝时风与黑袍人狂猛扑来之际 瞬间再在这强烈的音波力量下 被震成了散架 一块块白色之骨 掉落向下方的大地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蛮腰死后留下的白骨 怎么还会再活过来 这时 时风身旁的黑袍人开口 问时风道 时风所修力量本就阴寒 带着死亡的气息 黑袍人早就发现 而且他对于死亡这类生物也很了解 有些东西 甚至有他独特 自己曾经从未听说过的见解 听到黑袍人的话后 时风道 应该是历经了悠久的岁月 这些骨骼产生了变异 才会变成这样 当时风说完后 跟着又对自己的话 微微摇了摇头 说 不过 我又感觉到有些不同 那些其余骨骸 原先我确实感应过 没有任何这种变异的迹象 时风说着 双眉拧起 陷入了思索之中 不过就在他思索之际 下方又有17具白骨 朝着他们两人急速凶猛扑来 东 这时 时风又是一指点在大地神中 震荡出剧烈的音波之力 一具具白骨再一次被震散 化为一块块白骨 再一次洒落向下方大地 还好这些白骨防御弱 很容易被震散 不然的话 在这片白骨之地 时风两人真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了 地底 时风可是还记得 那只四阶王吉英师 便是试图进入大地的地底 被一股神秘强大之力给震死 这里的地底 可能比这地面 虚空 还要凶险万分 那只最为巨大的凶兽之骨 身上或许有一股神秘的死亡力量 受到那股死亡力量的影响后 这些白骨才短暂地 有了生命的迹象 而变异 结合先前自己感应到 那具最大的骨还动了一下后 接着这些白骨便是 接二连三地苏醒 朝自己扑来 时风判断道 不管怎么样 如果我们再不加快速度的话 便要跟这些可爱的骨头们 永远地在一起了 黑豹人再次出声 不过他此刻的声音有些焦急 因为那只巨大的白骨凶兽 也闪到了虚空 正朝着它们急速追来 这只巨大的白骨凶兽 力量已超出了它们的感知 比之前面它们所见到的最强死亡生物 还有那二星半神镜的黑胶 都要强大 如果被这大怪物给追赶上的话 在它的力量下 时风两人将脆弱地一处即死都不夸张 时风的身形在急速闪动之时 还要不断地震响大地神中 震荡出强烈的音波之力 将那些不断奔向自己的白骨凶兽们给震散 下方这片大地很广阔 但是广阔的大地上 依旧是白骨累累 持风与黑豹人的急速 此时都未飞出这片广阔大地的范围 低头望去 依旧是一片森森白骨 前方 后方 左方 右方 下方的各个方向 仍旧不断地有白骨凶兽奔向上空的自己两人 这些白骨凶兽 暂时他们还是能够应付 到的现在 他们也没有另一具白骨近身 最令他们忌惮的 还是身后那头不仅巨大 还异常强大的白骨怪物 此时此刻 在那具强大白骨凶兽的急速追赶 他们之间的距离 已经逐渐被拉近 那具白骨巨大身躯闪动的速度 更快过他们 不行 我们再这样下去的话 迟早要被那头怪物给追上 必须要尽快摆脱它才行 感应到身后的强大气息又接近了自己 时风满是焦躁地说道 那头强大的怪物 就算黑袍人施展隐蔽秘术 都是毫无作用 不仅那头怪物 他们早已发现 就连其他白骨凶兽也是一样 那个死追不休 给本少死 就在这时 时风猛然一个转身 一阵怒喝 面对向身后那颈椎不舍的白骨凶物 剑指之上 已经燃烧起了血色烈焰 跳动的血色烈焰中 有黑色雷光在闪耀 在这一刻 时风已经以虚空剑杀之力 再度结合了圣火与灭魔黑雷的力量 然后猛地点在了抓在左手的大地神钟上 咚 这一刻 大地神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证明 一股绝强的阴波之力 从大地神钟上震荡而出 力量极具像那具巨大的白骨凶兽 滚滚阴波 如狂暴的海啸一般 汹涌澎湃 滚滚涌动 时风此刻 已经差不多发动了他最强的一击 是要将那具白骨凶兽给震散 吼 但是就在这时 那具巨大的白骨凶兽 见到强烈的阴波力量汹涌而开 张开了他那张白骨大嘴 从那嘴中 发出了一阵剧烈的怒吼之声 紧跟着 时风开口大骂道 你妹的啊 还能不能好好地玩耍了 时风看到 自己以大地神钟发动而出的最强阴波攻击 竟然在那白骨巨兽的一声大吼之下 消失地无影无踪 两者之间的力量 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 继续快跑吧 别再做无谓的反抗了 这时 时风身旁传来了黑袍人的安慰声 如今发动全力都被那怪物一吼给破去 只能拼了命继续加快速度逃亡 别无选择 尽管如果以如今半神级的嗜血剑 发动绝强一剑可能强过大地神钟 但也不过强过一些而已 那句怪物的一吼 轻易将绝强的音波之力给阵灭 就算以嗜血剑发动虚空剑杀 那也改变不了什么结果 只不过继续浪费力量 继续浪费逃亡的时间而已 力量啊 见识这些强大生物的强大力量 时风心中在被燃起了对力量的渴望 不过现在 还是逃命要紧 时风载而一个转身 盛行载而在虚空之中急速连闪 拼尽全力递逃亡 不过就在此刻 时风与黑袍人终于见到 前方的大地 终于没有了一片森白色的累累白骨 或者说 已经没有了大地 那是 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 但是见到这片大海的时风与黑袍人 没能高兴得起来 他们旋即见到 一道巨大的水柱 从那大海中冲天而起 伴随着那道冲天水柱的 还有一道更加令人心悸 令人战斗的强大气息 第992章乌云在哭 吼 见得前方那从大海中冲起的冲天水柱 那具在时风身后紧追不舍的白骨凶兽 突然又发出了一阵巨吼 时风与黑袍人 仿佛听出了那具白骨巨兽 此刻竟然在忌惮 甚至在害怕 随后 那只白骨巨兽停止了对时风与黑袍人的追赶 然后一个转身 巨大的身躯一个闪动 竟然 追了时风两人这么久 他竟然就这样掉头跑掉了 不仅他开始跑了 就连那些其余追赶时风两人的白骨凶兽都纷纷逃亡似的跑掉了 发现后方动静的时风与黑袍人脸色一下子变得更加地震惊 民众可以让那只白骨大怪物都忌惮 甚至逃亡 那么这道水柱中的强大存在 我们先撤 不宜再前行 黑袍人出声 声音充满民众地对时风说道 嗯 这一刻 时风自然没有丝毫意见地点头 紧跟着 两人的身形在而急速一个闪动 呜 就在这时 一阵怪叫从那道冲天水柱中发出 随着那道怪叫声响起 天地都跟着变色 昏暗了下来 然后整片天地都刮起了一阵阵无比阴冷的阴风 时风与黑袍人 身形已经退到了远处 这片天地也是一片昏暗 阴风阵阵 两人便是站在这一片空旷的大地上 这片区域的那些古兽 也早已惊讨也是的退光 一具白骨都不剩 遥望远处 时风说道 那个 那个到底是什么存在 浩墙 一道吼声下 尽可令天地变色 这股力量 绝对是远超我们这片大荒的力量 就连公孙太硬到死 我看都要必退 这天地间 竟然还有这等强大的生灵存在 黑袍人道 此生物 就算不是真神境 想必也离真神境不远了吧 池峰继续开口说 不过他的声音可以听出 他说这话时 他自己也并不是很确定 毕竟真神的力量 离现在的他还是太远了 应该吧 黑袍人也有些不确定 这妖神隐蔽 到底还有什么存在 我们进入 这些强大的怪物 倒遇到不少 至于宝物跟机缘 确实一点都没有见到 池峰笑着说道 那 继续前进吗 听到池峰的话后 黑袍人转过头 问 自然要前进 就这样离去 根本不是我的风格 池峰脸上仍旧挂着笑意说 不过说着之时 池峰将头转向了右方 接着说道 既然那边有那强大的凶物挡路 我们便往这方向过去看看 避开那东西 我也正有此意 黑袍人点头 说 随后 他与石峰的身形在而一闪 公孙元 你这个卑鄙龌龌龊的小人 竟然将主意打到我黑胶身上 今日我黑胶是必杀你 可恶 在一条宽阔幽暗的山洞之中 响起了一阵极度愤怒的怒吼之声 令得整条通道都在不断地震荡 一条黑色胶龙 在山洞中急速穿行 龙脸上满是愤怒之色 目瞪着前方 黑胶的前方 正有一道年轻的身影 在不断地急速闪动 正是那公孙家的三公子 公孙元 公孙元在黑胶的追击下逃亡 不过脸上 却挂着淡然的笑意 依旧一副风轻云淡的面容 笑着说道 黑胶熟熟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这臭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还是这么容易冲动 这样不太好 公孙元 你这小畜生 你这阴险小人 你趁本王与那怪物战斗之时 竟然想吞噬本王的力量 公孙太硬 竟然叫了你这等邪功 还想用到本王身上 黑胶在一声凶乐地咆哮 呵呵 我那神功 其实并不是我父亲所受 我父亲都不知道我修炼了如此奇妙的神功 此功法 乃是我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上古功法 叫做吞天魔功 可吞是一切生灵的力量 不过嘛 我也是刚修炼了一点皮毛而已 还没有怎么好好的用过 原本是想让黑胶熟熟您先尝尝鲜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公孙元说着说着便大笑了起来 在黑胶的追杀下 他看不出一丝的紧张与害怕 很快 两扇青铜大门出现在了他的前方 公孙元双手往前一个拍动 紧跟着 青铜大门被他双掌给轻易拍开 他的身形 很快往青铜大门中一闪 臣服我 臣服于我 而就在这个时候 公孙元的脑海中 突然想起了一道蛊惑般的魔音 这里好静 静得让我感到很不心安 持风雨黑袍人 改了前行的方向后 便向那方急速闪动 行进 然后 他们见到了一片丛林 便进入到了那片丛林之中 自海中那道冲天水柱发出怪声 天地变色昏暗下来后 便再也没有明亮过 当时风雨黑袍人进入这片丛林 便感觉到了更加的阴暗阴森 你有没有感应到 有死亡生物的存在 黑袍人再次出生 问时风道 见识过前面强大的死亡生物后 在这片阴森寂静的环境下 自然而然地让黑袍人想起了死亡生物 而且还有可能更加强大的死亡之物 暂时还没有 持风灵魂之力还在感应着四方 开口对黑袍人说道 说完之后 时风又道 不过这里的死亡生物跟我曾经见到的不一样 颠覆了我曾经的不少认知 可能只是我没感应到而已 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不然的话 可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嗯 黑袍人听了时风的话后 沉声应道 下雨了 就在这时 时风突然感应道 一滴滴水滴 从上空滴了下来 要滴落在他身上之时 即刻被他身上的无形力量给蒸发 到达他这个境界 自然是水火不清 更何况是这雨滴 雨 这片空间也会有雨 黑袍人也感应道上空落下的雨滴 如时风一样 这些雨滴还未落到他身上 便已消失 跟着 两人一同抬头 望向了上空 不过 望向上空的两人 脸色同时一变 上空 确实有一道乌云 异常巨大 仿佛将整片天地都给笼罩的乌云 而时风与黑袍人却看到 那朵巨大的乌云上 竟长着两只庞大的双目 散发着新红色的光芒 像是在注视着下方的他们 而那些洒落丛林中的雨滴 却是从这两只大眼睛中滴出 仿如 乌云在哭 第993章神魔针雷 空中那团笼罩天地的乌云 处处透着邪意 虽然此刻时风与黑袍人 并未感觉到危险降临 但这种感觉 却让他们觉得很不好受 被那乌云俯视 就好像自己的生命 受到其他强大的生灵掌控一般 走 接着 时风与黑袍人的身形在而急闪 企图躲开那团乌云的注视 但是他们却很清晰地感应到 他们在动 那团乌云竟也在动 他那只庞大的血木 总是钉在他们的身上 感觉一瞬不移 这种感觉 就好像猫在看着小老鼠嘻嘻一般 令得时风与黑袍人 更加地不爽起来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团黑云 至今还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 怎么办 黑袍人开口 征询时风道 与时风在一起后 黑袍人可能他自己也没有发觉 遇到困难后 渐渐地 他总是不自觉地问向时风的意见 这个人 总是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 总觉得有他在 什么为难的事情 到最后都可以化险为夷 听到黑袍人的话后 时风道 如今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也不知道那个怪物 对我们究竟有什么企图 到现在 也没有对我们产生杀意 或是发动强大攻击 不过 我确确实实地感应到 那东西是在盯着我们 在跟着我们 黑袍人出声说 双引号问号 惊叹号问号 惊叹号双引号 而就在这时 一道怪异 沙哑 含糊不清的吼叫声 突然从上空响起 这怪叫 正是从那团巨大的乌云中发出 嗯 听到那道声音后 时风的双美景跟着一拧 你有没有听清楚那道声音 这时 黑袍人出声 问时风道 他好像在喊 黑雷 时风说道 你听到了什么 接着 时风转过头 问向黑袍人 我也听到 他在喊黑雷 黑袍人点了点头 道 跟着 他发出一道惊呼之声 说道 黑雷 难道是你体内的灭膜黑雷 这团大怪物 难道是为你体内的灭膜黑雷而来 黑袍人想到这 惊呼一声后 他的身形连忙在而一个闪动 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跟时风一同 朝着前方闪动 瞬移而去 他的身形 而是闪向了一旁 朝着左边方向连连闪动 很快便远离了时风 时风听到黑袍人的惊呼声后 然后见他离去 便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时风没有其他的动作 身形依旧向着前方急闪 急速穿梭于这片幽暗阴森的丛林之中 不过尽管如此 时风对于上空那团诡异黑雷的感应 以及对他警惕 没有丝毫的松懈过 尽管黑袍人离去 时风还是能够清晰的感应到 那团巨大的黑雷 还是随着自己的急速移动而移动 他那双血色妖斜的新红色双目 还是紧盯着自己 时风没有停歇的在这片幽暗的丛林中 急速穿梭 大约半炷香的时间过去 就在这时 时风的身旁再而移到黑色身影闪现 那道离他远去的黑影 再度回归到了他的身旁 怎么样 见到黑袍人回来 时风连忙开口问他道 果然没有错 黑袍人说 这大怪物 果然是只跟着你 盯着你 至于我去哪里 他根本不予理会 看来 他真是为你体内的面膜黑雷而来 黑云 黑雷 还真是一对了 时风咧嘴一笑 无奈说道 不过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 你总得想办法摆脱这团怪物才行 不能让可能随时到来的凶险继续跟随 黑袍人说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谁知道那团乌云要跟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发动强大的力量取人性命 时风道 我也想 我也想 可目前来看 根本无法将这怪物给摆脱 黑袍人听到时风这话 便也不再说什么 这团怪物此刻既然盯上他了 确实很难缠 对于他 自己的隐蔽之术 根本毫无作用 嗯 怎么回事 而就这时 黑袍人身形在一个闪动之后 已在丛林远处 可他发现时风却是没有过来 转过头 黑袍人望向了身后 发现时风 竟还站在远的 看着像是傻愣着 没有任何动作 到底怎么了 黑袍人身形闪回 回到时风身旁 望着站在不动的时风 不解地问道 可是 这一刻的时风 就好像失了魂一般 黑袍人见他仍旧一动不动 死了 黑袍人突然一惊 在心中暗想到 不过他紧跟着便又摇了摇头 这家伙 气息犹在 根本不是死亡的迹象 随后 黑袍人抬起头 望向了上空那团巨大的黑云 他知道 这家伙之所以就跟丢了魂4的 必然与这团黑云有关 神魔 真雷 就在这时 黑袍人突然听到身旁的时风 突然发出了一声低难 黑袍人低回头看向时风 但是紧跟着 他看到了一股绝强的黑色雷霆 从时风的身上猛然冲起 直冲苍穹 这是怎么回事 黑袍人连忙跟着一惊 黑色雷霆不仅冲向苍穹 而且朝着四方在急速扩散 他的身形连忙朝后一闪 旋即躲过了黑色雷霆的席卷 不过黑色雷霆所过之处 无数树木瞬间被黑色雷霆给吞噬 然后在狂暴的黑色雷霆中化为了粉碎 黑袍人与那股冲天而起的黑色雷霆隔了一段距离后 再望向了那方 此时此刻 那道身影已经消失在了黑色雷霆之中 以他为中心仿佛天地间再度降下那日的灭膜黑雷一般 不过这股威力倒是跟苍穹降下的灭膜黑雷无法相比 虽如此 但这股黑色雷霆的力量 可比尖石锋先前以血验 黑雷在以虚空剑杀敲响大地神中震荡出绝强音波之力的一击 黑袍人始终看不明白在这小子身上此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还记得刚才从石锋嘴中滴难出四个字神魔 真雷这四个字应该是一道雷霆战绩 而且这战绩应该与他身上爆发出的黑色雷霆有关 难道这小子的肉身被那团黑云给夺舍了不成 想起天空的那团黑云 黑袍人在心中猛然想到 第994章雷动九天 神魔真雷第一世 雷动九天 就在这时冲天而起的面膜黑雷中 响起了一阵如凶兽般的吼叫之声 而就在这阵吼叫声响起之际 轰轰轰轰轰 苍穹之上顿时响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霆剧烈的轰鸣之声 一共轰了九声才停下 雷鸣过后 渐渐地 远处的黑袍人看到 那道冲天而起的黑色雷霆 终于开始在渐渐地减弱 退散 慢慢地 一道浑身赤裸的年轻身影 逐渐地显露了出来 不过他强健的肉身上 黑色电流还在不断地游动着 不断地发着霹里啪啦如炒豆般的乍响 当黑袍人见到那道浑身赤裸的身躯时 却不知为何地低下了头 然后又拉了拉黑袍上边的边沿 像是在遮掩自己双目的视线 沉魔针雷 雷动九天 当黑色雷霆退散之后 一道年轻的低男之声再度响起 池峰发现 自己的脑海之中 突然多了一些曾经根本没有记忆的信息 感应脑海中忽然多出的信息 石峰不由自主地发出低男 尽是疑惑 不过接着 石峰突然疯了似的仰天大笑道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我竟然又得到了一招半神级战技 此招战技 我能感应得出 比之虚空剑杀更加的玄妙 强大 见到石峰的大笑之声 这时 黑袍人出声道 如此阴森诡异之地 都不知道有多少死亡生物在暗中窥视 你还是先将衣服穿起来的好 黑袍人的话阴落在了石峰的耳中 石峰低头看了看自己赤裸的身体 不过还是一副不着急的模样 从除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件黑色羽衣 这件黑色羽衣 正是石峰练死黑鸭足白牙之后 从他身上扒下来的那件 乃是黑鸭的精华黑色毛鱼所凝聚 相当于一件半神级防御战衣 而此时此刻 在石峰身上游动的黑色蕾丝 已经被他全部吸入到了肉身之中 那件黑色羽衣 也很快被他穿在了身上 遮挡着私密部位 黑袍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看来 你还是那个小子 没有被那团诡异的黑云给夺舍附身 自然没有 我还是我 石峰听到黑袍人的话后 也望向了他 说道 我很好奇 你身上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好像领悟了一招很强大的雷属性半神战计 而且先前 你身上冲出一股黑色雷霆 冲向夜空之时 那团诡异巨大的黑云 便突然消失不见了 黑袍人出声问石峰道 原本以为那团诡异的黑云消失 而石峰又诡异地爆发出强烈的黑色雷霆 黑袍人怀疑他是不是被那团黑云给夺舍附身了 不过此刻看石峰的脸上的神态 还有他说话的语气 还跟原先一样 没有被夺舍的迹象 石峰开口说道 那时候我与你一同前行 但是忽然之间 我感觉到有一股信息涌入到我的脑海之中 那时候 我只觉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带我回过神来 便就是刚才 你所说的我身上冲出的黑色雷霆 听你这么一说 我才只有一点印象 却并不真切 哦 黑袍人听了石峰的话后 心窝了一声 接着又出声问道 你是刚回过神来 然后 涌入你脑海中的那股信息 便是那道半神级的雷霆战绩 没错 石峰点了点头 跟着 他又说道 我之所以发生刚才的事 定然与那团黑云有关 想必 也是存在我体内面膜黑雷的关系 那团黑云 定然与面膜黑雷 或者跟你之前所说的 那个不死魔神 有着什么联系 石峰之所以觉得 与那不死魔神有什么关联 除了那面膜黑雷外 还有便是那道涌入自己脑海中的战绩 叫做神魔真雷 自己所得的 乃是神魔真雷第一式 雷动九天 看来 这一次你是因祸得福了 黑袍人道 原本以为那团诡异的黑云 是想要取你的性命 却是没有想到 他跟着你 是要传授你战绩 看来你小子的气韵 不是一般的好 石峰也觉得 自己这一次 算是因祸得福了 不过石峰却还是在心中有些不爽 那个时候 自己的一生一死 差不多全部被掌控在那团诡异黑云的意念中 他高兴 受予自己强大玄妙的战绩 如果他不高兴 那么便可以随时将自己给毁灭 石峰一直就很讨厌 生死被人这般掌控的感觉 既然没有那团灌云了 我们便继续前行吧 这片森林的深处 也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 这时 黑袍人又出声 对石峰说 走吧 反正还是 处处小心为上 石峰对黑袍人说道 跟着 两人的身形 又同一时间朝着前方一闪 继续朝着这片丛林深入 他们早已经感应到 这片丛林越是深入 便越是阴暗 阴森阴冷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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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该死的 这些死去的白骨 怎么还会复活 好多的白骨 这些鬼东西 到底是什么 一阵阵凶兽的吼叫之声 一道道人族的喝喊之声 不断地响起 密密麻麻凶悍的蛮腰 即一道道人族的身影 此时已经来到了一片 遍地凶兽白骨的大地 一眼望去尽是 无边无际 延伸向无尽的远处 原本因为公孙元 偷袭黑胶之事 爆发了人族与蛮腰之间的大战 不过此时进入到了这片 白骨之地后 面对那些苏醒的凶悍 白骨怪兽后 人族与蛮腰 战先联合在了一起 一起抗敌 公孙家三小子 你最好别让本王再看到你 不然的话本王定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哦 战场的远处 传来了妖王黑胶愤怒的爆吼之声 看来追了那么久 黑胶还是没有追上那公孙元 听这愤怒的吼声 估计还是让他给跑了 哦 不过就在黑胶的声音响起之后 无尽的白骨远处 一道听上去比之黑胶还要凶悍的吼声响起 随后一道强大的威压也随之声喜 感受到这阵威压的蛮腰 人族 一个个脸色大变 暗呼不好 地平线上 一道巨大的白骨身影 渐渐地在他们的眼中显现 第995章夺命死亡鬼鹰 鹰森诡异的丛林深处 当时风雨黑袍人深入到了这里之时 发现这里不仅环境变得阴森 诡异 就连四周出现的树木也是 一棵棵树木已经干扑 长得也很邪义 像是妖魔鬼怪一般 再张牙舞爪 凶恶猛 咕咕咕咕咕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怪异的咕咕声 不断地从丛林更深处传出 给这些死疾阴森的丛林更添诡异 进入到了这片怪异的阴森丛林后 时风雨黑袍人的身形已经不再急速闪动 而是小心谨慎地漫步前行 咕咕咕咕咕咕 前方那咕咕怪叫 还是不断地响起 不过时风雨黑袍人 朝着丛林深处又继续伸入了半个时辰后 还是没有见到那只发着怪叫的生物 这到底是什么生物 竟然只听到它的奇怪声音 却完全无法感应到它的存在 行走于时风身旁的黑袍人出声说道 又是你们这片马荒大陆远古时期的物种 我也感应不到它的存在 好像这东西 没有丝毫的气息 时风说 跟着时风又道 它的隐蔽之术 看来比你的环要精妙 不过我们进入了这里这么久 这东西既然都没有对我们发动攻击 想必没有要攻击我们的异象吧 并不是任何生物 都天生凶性 有些生物 只要我们不去招惹它 它也不会招惹我们 但愿它是一只善良 本分的远古生物 黑袍人点头回应说 咕咕咕咕咕咕咕 就在这时 前方又一阵咕咕声不断响起 这 这声音 跟那个传说的声音 很像 就在这时 一道哑然的声音 在时风体内突然响起 正是那圣火 不对 如今它已经改名苟圣 怎么 你知道这声音 难道在远古之时 我们天恒大陆也有这种奇怪的生物 听到圣火响起的话后 时风以灵魂沟通它 问道 我也是想起了曾经在我们那个时代 流传的一个关于这块声音的传说 圣火回答道 不过时风听到他这回应自己的声音 好像他对那传说中的那怪声有些忌惮 被圣火的话音所感染 时风沉声问道 到底是什么传说 那发出怪声 又到底是什么生物 到底是什么生物 就是我们那个时代 都无人知晓 圣火回答道 这道古怪诡异的孤声 被称为夺命死亡鬼鹰 凡是听到这怪声音的声灵 都会死亡 圣火说到最后一句时 声音都低沉了下来 圣火为时风的丹田之火 时风能够感应得出 他对自己说这些话时 并没有说谎 夺命死亡鬼鹰 持风嘴中滴难着 神色 也跟着变得凝重 这片阴森诡异的远古丛林 如果真的出现 远古传说中的 夺命死亡鬼鹰 也不是没有可能 特别还是这被传说 为远古妖神陨落之地 是 一定是夺命死亡鬼鹰 跟传说中越来越像 同样令人感应不到 丝毫的气息 但是听到这声音的声灵 都会死 圣火又今生大呼道 半神及天火的他 似乎都很忌惮 但这道怪鹰 你怎么了 行走于石峰身旁的黑袍人 见到石峰脸上 出现了凝重之色 出声问道 我想起了一个 我们天恒大陆远古之时的传说 跟这声音有关 持风回答道 哦 你说来听听 听到石峰的话后 黑袍人发出了好奇之声 说道 在我们天恒大陆远古之时 这声音 被称为夺命死亡鬼鹰 凡是听到这声音的声灵 都会死 石峰按照圣火所说 对这黑袍人叙述了一遍 夺命死亡鬼鹰 黑袍人听了石峰的话后 语气也透着凝重 本来这就是片阴森 处处透着诡异的丛林 再加上这鬼怪的怪叫声 那完全感应不到 气息存在的鬼怪生物 一时间 两人也沉寂了下来 没有再说话 令得这片死急的丛林 一下子又变得更加死急 时不时地 又传来了咕咕咕咕咕 古怪诡异的怪叫声 池峰与黑袍人又伸入了一段路后 这时 黑袍人突然又出声道 我感觉 飞暗之中 总有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嗯 我也有这种感觉 池峰默然点头 说道 他们此刻感觉到 身后不仅有双眼睛盯着 还有股阴冷的气息传来 但是他们回过头 却除了那些张牙舞爪的怪术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依旧无法感应到有其他生灵的存在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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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 刚沉寂下去的怪叫声 又跟着响起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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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之间 仿如有人在歌唱的声音 如魔鹰一般 忽然在这片阴森诡异的丛林之中回荡 是什么人 在这装神弄鬼 给本少滚出来 池峰听到那道声音后 连忙发出了大喝 右手之中 血色光芒闪耀 进阶为半神器的嗜血长剑 出现在了手中 黑袍人在这一刻 也凝视着四方 两人已经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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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那道声音又不断响起 而石峰与黑袍人 依旧感应不到其他生灵的气息 那种被人暗中盯着的感觉犹在 阴森冰冷的阴风 时不时地从各个方向传来 吹向他们 烧 这时 石峰面露狠色 冷冷一喝 浑身上下 顿时爆发出了妖艺新红的熊熊烈焰 烈焰一出 便朝着四面八方急速席卷开 烈焰所过之处 如血色巨浪般汹涌翻滚 那些张牙舞爪的古怪枯树 瞬间在烈焰的焚烧下 被燃烧成了虚无 这片区域 随即化为了一片熊熊燃烧的血色火海 顿时血色火光通天 将这片天地染成了一片血红 那装神弄鬼的东西既然躲着不出来 石峰便用这火海 将它给烧出来 石峰与黑袍人 同处于这血色火海之中 不过黑袍看着身处血色火海 其实在石峰对火焰精妙的控制下 没有一簇火苗粘到它的身躯 第996章走投无路 死 血色火海 熊熊燃烧 不过这片血色火海之中 继续回荡着那诡异的死亡魔鹰 石峰原本爆发这片血色火海 焚烧这片天地 是想把那个躲在暗中的家伙给烧出来 可是那道死亡魔鹰还是不断想起 它跟黑袍人 还是没有感应到有其他生灵的气息 仿佛这里 真的就除了它们 便没有其他的生灵存在 可是那道死亡魔鹰 又确确实实地告诉它们 有生灵躲在暗中 只是它们无法发现感应不到它而已 啊 而就在这时 石峰听到站立自己身旁的黑袍人 突然发出了一阵痛喝之声 石峰连忙一惊 旋即转过身 望向黑袍人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此刻的黑袍人 攻着身 身体在战斗 看着像是在很痛苦地抽搐 我 我正被一股很强大的力量给压住 他要将我给毁灭 黑袍人出声说道 声音中透着吃力跟痛苦 力量 石峰却根本丝毫感应不到有什么力量 而且那力量在这片血色火海中攻击黑袍人 自己应该可以感应得到才是 但是看黑袍人此刻的模样 又不像是在装的 他也根本没有必要要装 他此刻 像是在运转全身之力 竭力反抗着那股力量 不被那股给毁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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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跟着 一声又一声的大吼声 不断地从黑袍人口中吼出 暗影荡夜 通闭一声 一股绝强的爆破之力 在黑袍人的身上猛然升起 看来他是想以这爆破力量 反抗那股攻击他的神秘之力 怎么会这样 他就在我的身旁 而我却根本感应不到攻击他的力量 竟然还会有这种事 一时间 石峰有些不知所措地 滴难道 看来我们先前听到的 是夺命死亡鬼鹰 不会有错了 他也听到了 他应该很快就要死了 接下来便会是我们 石峰体内的圣火再度开口 对石峰道 死吧 死 而就在圣火化音落下之时 那道死亡魔鹰 又再度响起 什么夺命死亡鬼鹰 本少不认这个命 本少的命是自己的 谁都拿不走 说着之时 石峰再将大地神钟给拿了出来 大地神钟拿出来后 很快便在石峰手中变大 石峰将大地神钟 朝着身旁的黑袍人猛然一照 东 大地神钟将黑袍人照住 中口跟大地一声猛然撞击 发出了剧烈的忠鸣之声 这时 石峰对着大地神钟中的黑袍人传声道 你坚持住 我先带你离开这里看看 我会将我的火焰与黑雷传入其中 供你使用 助你抵挡那股力量 石峰说话之时 这片熊熊燃烧的血色火海 开始汹涌翻滚起来 全树朝着那大地神钟疯狂涌动 滚涌入其中 而石峰的右手上 也旋即爆发出了狂烈的黑色雷霆 一掌轰在了大地神钟上 轰入到了大地神钟之中 跟着石峰直接扛起了大地神钟 放在右肩之上 身形在而一个急速闪动 不过这一次 石峰没有再往丛林深处闪去 而是闪向了来路 人命关天 如今这黑袍人处于生死攸关之际 还是先出去这里再说 后方的路他们来过 并没有什么凶险 他也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前行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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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死亡般的魔鹰 不断地回荡在这片幽暗诡异的丛林之中 自从这道魔鹰出现后 那道诡异的咕咕声 已经不再响起 该死的 死你妹 有种别在暗中装神弄鬼 给本勺滚出来 石峰身形还在丛林中急速闪动 听着那一道道纠缠不清的死亡魔鹰 再一次冷声怒喝道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大地神中中的黑袍人 还在不断抵抗着那股无形之力 时不时地传出痛吼 不过石峰 却还是没有被那鬼东西给攻击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石峰在而传声 进入大地神中之中 问黑袍人道 大地神中中 很快传出了黑袍人的声音 我 我暂时还能抵挡得住 不过也仅是暂时的 抵挡这股力量 正在急速消耗我的半神力 我体内的半神之力迟早会耗尽 然后被他给灭杀 你再坚持一下 我正在急速出这片丛林 带出了这片鬼地方 或许就没事了 石峰在而传声进大地神中 对黑袍人说道 石峰传声之时 按在大地神中上的右手 再而爆发出了血色烈焰及黑色雷霆 传入大地神中 攻黑袍人动用 自己与他同生入死到现在 而他也救过自己两次性命 如今他有难 自己定然要竭尽全力去帮 不对劲 就在这时 身形急速闪动的石峰 猛然间一个停顿 身形显现 望着四方仍旧幽暗阴森的丛林 石峰发现 自己往回路方向闪动 并没有回到回路 而是来到了一个他与黑袍人都从未经过的地狱 石峰感应力和其敏锐 虽然是片幽暗的丛林 而且还是第一次进入 但这路是否走过 他一看便知 现在的他 不但没有回到原路 反而很有可能还在继续往丛林深处深入 该死的 石峰破口骂道 死吧死吧死吧死 死亡魔鹰 再度很事实一地响起 看来 又是暗中的那鬼东西捣鬼 不知用了什么神秘秘法 改变了这片丛林 怎么办才好 真是该死啊 如果真等到黑袍一亡 接下来很有可能便是我了 这鬼东西 如今必然是跟上了我 而我却看不到 感应不到 这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石峰满是抓狂地自语道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诡异的对手 其他的对手 就算强大 那也是看得到 捕捉得到 难道真要这么等死不成 不 绝对不 本少怎么可以就这样死 石峰载而一声大吼 向着后方转过了身 身形载而一个急速闪动 你一定要支撑住 感应到大地神中内的黑袍人 力量越来越弱 石峰又传声对他说道 石峰将血烟与黑色雷霆 又不断地传入大地神中之中 第997章 阴森丛林中老狱 和 幽暗阴森的丛林之中 石峰发出了一声怒然大喝 身上也随之爆发出 狂烈的黑色雷霆 身形猛然上冲 冲向夜空 但是紧跟着 便有一股无形强大的力量 突然出现在石峰的上方 将化身黑色雷霆的石峰 给拍回了幽暗阴森的丛林之中 加上这一次 石峰也记不清度几次 被那股力量给拍回这丛林了 死吧死吧死吧 跟着 那死亡魔鹰又不断地在这片丛林中回荡 听得人不耐其烦 啊 石峰现在都已经变得满是疯狂 真恨不得将那躲藏暗中的怪物给抓出来 让它灰飞烟灭 本是向着原路返回 可每次原路都已经不在 自己前往的 是一条自己从未走过的路 破空而入 又被一股无形强大的力量给拍了回来 处处受到了这片诡异丛林的控制 自己就犹如一只被困牢笼的鸟儿一般 而大地神中内的黑袍人 力量已经越来越弱 伤痕累累 围抱两次救命之恩 石峰已经将那道代表生命法则的远古文字传给了他 希望他运用这道生命古文字可以再支撑下去 是谁 就在这时 石峰突然感应到前方的森林出现了异动 正有一道身影在急速逼近 石峰立即发出了一阵猛然大喝 对那喝道 你是何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里早没有其他森林进入 没想到今夜进来葛活的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无比沙哑 就好像含了沙泽般的声音 在前方响起 跟着 就在石峰身前不远 一道黑影闪动 紧跟着 一道身躯矮小的身影 在石峰的身前显现 这是一名靠楼着身躯 身高仅有一米的老玉 看上去已无比的苍老 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满满的痕迹 老脸上满是篝祸 皱巴地如皱纸一般 一看便知她活了不短的岁月 不过也是自然 这老玉既然说这里早没有其他森林进入 那么便证明她是这里的人 既然她是生活在这片远古遗迹的人 那么她的寿源定然长得可怕 不过最重要的 石峰根本无法看透这老玉的修为 身材虽短小 气息却悠长 仿如无尽的深渊 深不可测 不过 在这片诡异阴森的丛林 见到这么一个老玉 石峰更加警惕地盯着她 你们 是从外界的满荒大陆而来 老玉也打量着石峰 打量着石峰扛在右肩的大地神中 她既然说你们 看来也已经发现了大地神中内的黑袍人 没错 石峰点了点头 应道 你跟我来吧 就在这时老玉突然转过了身 对石峰说 一见面便叫自己跟她走 警惕着她的石峰 双眉紧皱 自然不会跟她走 老玉转过身走了几步后 见到石峰便没有跟上 便又回转过头 再次望向石峰说道 你跟这丫头 都受了死神咒音 如果你不跟我走 那便等着这丫头死 然后你自己再慢慢等死吧 死神咒音 听到这老玉的话后 石峰猛然一惊 死神咒音 远古之时 天恒大陆便有一神 叫做死神 自己曾经得到的那柄银色镰刀 便是死神之物 称为死神镰刀 而那声音被这老玉称之为死神咒音 难道跟死神有关不成 而更让石峰震惊的 是她说出丫头两个字 石峰一脸怪异地望向了 扛在肩上的大地神中 石峰的脑海中 自然而然地浮现了 那道身着黑袍的黑色身影 还有那道苍老沙哑的老头声音 特别那声音 跟丫头两个字 根本无法结合起来 不过 石峰又想起了那双白膝修长 如女人般的手 难道这祸 真是女人 想到这些 石峰又凝视向了 那个深不可测的老玉 不过那老玉在说完前面那番话后 便不再理会石峰 双脚脉动 自顾自地朝着前方走去 见到那老玉在行前往 石峰连忙也是双腿脉动跟上 此时此刻 这老玉是能救黑袍的唯一希望 石峰已经感应到 大地神中内的气息 已经越来越弱 再过不了多久 这黑袍人估计就要由静灯哭了 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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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就在这时 那道死神咒音再度在这片阴森诡异的丛林中响起 而就在这时 行走于前方的老玉 突然发出了一声喝喊 喝 喝声响起之时 石峰并未感应到丝毫的力量波动 但就在这老玉的这一道喝声之下 那道被老玉称为死神咒音的怪音 戛然而止 随后 石峰忽然见到一道怪异的紫色古老符文 从前方飘了过来 以及快之速飘在了大地神中之上 东 大地神中发出了一阵轻微的镇鸣之音 这 大地神中在自己猝不及防之下 被那道紫色符文给震响 石峰连忙一惊 不过紧跟着 前方便再次传来了那老玉沙哑淡然的声音 不用紧张 我只是破去了这丫头体内残留的死神咒音力量而已 老玉头说话之时没有回头 说完后 他继续前行 石峰听到那老玉的话后 感应了一下大地神中 这才放下心来 这老玉没有骗自己 大地神中那黑袍人的气息 渐渐地平稳了下来 随后 石峰再次跟上那老玉 来到那老玉深厚之时 开口谦卑地说道 前辈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请问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此人既然出手救了自己两人 实力深不可测 又活了悠久的岁月 值得自己谦卑地喊他一声前辈 石峰的声音落下一回儿之后 才再度响起那老玉的声音 我之所以救你们 是我与这丫头有些渊源而已 不然的话你们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 其他的问题不要问这么多 要你跟来你便跟来就是 老玉说到最后之时 可以听出他的不耐烦 原本石峰想像他打听这片远古遗迹更多的事 可此刻看来他是不会说了 不过这老玉对自己两人 应该没有什么恶意 要是真有恶意的话 他出手 自己也是难以抗衡 石峰继续打量这深不可测的老玉 心中在想 这老玉到底达到了什么修为 第998章被遮挡的美色 丛林中突然出现的老玉 虽满是老太 身躯短小 修为却深不可测 石峰还是扛着装着黑袍人的大地神中 跟在老玉的身后行走着 在这老玉的一道喝声之后 那诡异的死神咒音仿佛很是忌惮 再也没有想起过 石峰跟随在这老玉身后 发现自己正继续往这片阴森诡异的丛林深处深入 由于先前这老玉的不耐烦 石峰纵然有很多关于这片隐地的事想问他 便也没有再问 渐渐地 石峰看到自己已经走出了那片枯树张牙舞爪的区域 这里没有那种枯树 一眼望去 一根根如巨蟒般的藤蔓丛生 不过随着老玉的向前走去 这些丛生的藤蔓就好像活了似的 纷纷如巨蟒般急速爬动 为老玉与石峰 让出前行的道路 石峰继续跟着老玉前行 一路只有藤蔓不断爬动的沙沙声 没多久 老玉行走的身影突然顿住 停在了一个圆形 直径大约只有半丈丈的水潭旁 水潭之中 冒着森冷的寒气 不过水潭中的水 却好像煮沸的开水一般在沸腾 冒着水泡 老玉用手指着那个水潭 出声道 你将这个丫头丢入这里 听到过死神咒音的声灵 必须用这阴阳泉水洗涤 才可将气息完全洗净 不然的话 那东西还会找上你们 阴阳泉水 听到那老玉的话后 石峰跟着在心中一声嘀喃 阴与阳 冰与热也属阴阳 这水潭中的水 有冰有热 阴阳交替 跟着 老玉又道 带着丫头醒来后 你让他独自来找我 老玉说完之后 也不带石峰回答 盛行一个闪动 旋即在石峰的眼前消失不见 老玉走后 石峰走上前 走到那个水潭旁 感应着水潭中冰与热同存的气息 这阴阳水 石峰旋即便感应到了不凡 感应着水潭中生上来的森白寒气 令石峰感应到了精纯的阴性能量 深吸一口气 将这森白寒气吸入体内 灵魂都有一种很舒服的舒畅感 丹田中的能量都微微提升了一下 不过 石峰很快停下消化那森白寒气 此刻 最要紧的还是大地神中内的黑袍人 黑袍人虽然气息稳住 但还是很虚弱 早就陷入了昏迷 起 石峰一声低喝 扛在肩膀的大地神中顿时飘起 然后飘到了前方的水潭之上 中口依旧朝下悬浮虚空 缓缓转动 这时 石峰双手结印 一掌朝着鞋上方推出 打出了一道森白色玄奥符纹 通过中口 进入到了大地神中之中 紧跟着 一道黑色的身躯 从大地神中中慢慢降下 正是那昏迷过去的黑袍人 黑袍人出了大地神中之后 轻盈地朝着下方的水潭落去 缓缓地落入到了那阴阳泉水之中 此刻的黑袍人 身躯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水潭 只露着一个戴着黑帽的脑袋在外面 丫头 石峰想起那老玉先前对她的称呼 凝视着那隐藏于黑帽中的容貌 不过还是跟以前一样 有着黑袍的遮挡 还是无法看透 不过越是无法看透 石峰越看越感到好奇 这顶连衣黑帽下 到底是一副怎么样的面容 是一个长满皱纹 沧桑的老头 还是一个有隔壁月 修花之容的少女 不过 不过石峰想起那的老玉 她那岁数 如果这黑袍人也是个六七十岁的老玉 她也会称呼她为丫头吧 石峰凝视着那顶黑帽 越看越在想象 越是好奇起来 渐渐地 石峰蹲下了身 离得那颗隐藏在连衣黑帽中的容貌 又近了一分 你我如今生死与共 也算是有生死之交 看一眼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石峰开口 对着黑袍人轻声说道 不过黑袍人陷入昏迷 她又听不到 石峰说完之后 双手慢慢地朝前伸出 每多久便轻轻地抓在了那顶连衣黑帽的边缘上 此时此刻 石峰的脑海中 已经浮现了这黑袍人的各种容貌 男女 老 又美 丑 平庸 各种样貌 如闪电般在石峰的脑海中急速闪过 随后 石峰抓着黑帽的双手 将那顶连衣黑给慢慢地翻开 那张面容 在她眼中渐渐显现 这 紧跟着 石峰便是一惊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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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显露在自己眼中的面容 石峰嘴中泥南着 借着嘴角一咧 摇头一笑 这哪里是一个六七十岁的猥琐老头 妩媚美艳的面容上 贴着有些凌乱湿润的发丝 透着一股别样的妖娆美感 妖娆之中却又有种如水仙花般的清新 纯洁不染尘垢 又有种与生俱来的高贵 昏迷中的她双目为臂 看着很是田径 双唇为奇 给人一种遐想与诱惑 洁白的被齿在其间若隐若现 而就在这时 盯着那张绝美面容的石峰 突然见到那双围壁的双目 在这一刻缓缓打开 显露出了一双灵动的大眼 她笑眉清明 望着面前的石峰 开口道 我们现在在哪 我没有死 绝美面容 想起的还是那道苍老沙哑的老头声音 没想到这黑袍人 竟然在这关键时刻突然苏醒过来 望见了她真面容的石峰 一时有些尴尬 石峰道 你昏迷后出了一些事 现在我们算脱离险境了 你先好好养伤 身处这泉水中对你的伤势有好处 你多呆已会 不 黑袍人听了石峰的话 吼了一声 然后低下头看了看 不过看她现在的模样 应该还没有发觉自己的黑帽 已经被掀开 紧跟着 她便感应到了这阴阳泉水的不凡 笑脸之上浮现了惊讶之容 一声惊呼道 你竟然发现了这座水潭 如今只有她与石峰两人 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座水潭乃是她昏迷后 石峰发现 石峰道 说来话长 你还是先把伤养好 我再慢慢地告诉你 嗯 黑袍人对着石峰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睁开的那双灵动双目 缓缓地再度闭上 而趁着她闭上双目之时 石峰悄悄地屈指微微一弹 她身后的那顶黑帽悄然之间 无声无息地移动 朝着她的脑袋带回 可就在黑帽没有完全遮掩住 她那张绝美的面容时 那双灵动的美目 忽然再度睁开 她仿佛发现了什么 第999张雷动九天之力 连衣黑帽无声无息地 翻回到黑袍人的头上 即将再度遮掩住 那张绝美容颜的那一刻 石峰看到 那双灵动的双目 忽然再度睁开 跟着 那张绝美容颜才再度被黑帽给遮掩 此刻 石峰感觉到她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由自主地有些心虚起来 蹲着的身躯缓缓站起 说道 你好好恢复伤势 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在这里随便走走 顺便探查一下这片区域的地形 说完之后 石峰便想要转身离开 站住 不过就在石峰转过身的这一刻 一道冷然的声音 旋即在她的身后响起 声音还是那道苍老沙哑的声音 听到那道冷然的声音后 石峰心中暗道 看来是被她给发现了 跟着 石峰转回过身 微微低头 对着黑袍人露出了自认为和善亲切的笑容 笑道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吗 一看你这模样 就是做了亏心之事 你为何没经过我的允许 看了我的容貌 黑袍人继续以苍老老头的声音 对着石峰冷冷说道 哦 那事都误会 石峰脸上依旧挂着笑意 对她解释道 在你昏迷之时 经过一路的颠簸 你的黑帽不小心掉了 石峰说话之时 眼不眨心不跳 到达她这个境界 这些自然是可以控制自如 随后 石峰又说道 不过这样也好 明明是个美女 却总让人以为是个猥琐老头 我这件黑袍 如若不是被人摘下我的黑帽 是不可能会掉 一时间 黑袍人的声音 变得更加的冰朗 原来如此 石峰听了黑袍人的话后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点了点头 随后露出了恍然之色 道 我明白了 定然是那个发出声音的怪物 趁你我不注意之时 掀开了你的黑帽 让你露出了真容 那怪物无声无息 我们根本感应不到它的存在 令人抓狂 是吗 黑袍人在而冷然出声 不过从他这冰冷的声音中 明显听出了他对石峰的话不信 一定是这样了 好了 其他的事你还是不要多想了 对你的伤势不利 安心在此养伤吧 有什么事你叫我 石峰说 不过这一次石峰说完后 不等黑袍人再说什么 身形连忙一个闪动 消失不见 这片幽暗的天地间 只剩下了身躯 还浸泡在阴阳泉水中的黑袍人 这小子 望着变得一片空空如也的前方 黑袍人冷冷出声 吐出了那三个字 石峰离去的身形 在距离黑袍人身后远处显现 望着远处那道黑色身影 你难道 我就这样跑了 会不会显得我做贼心虚 不过 应该 不会吧 我觉得我讲的还是挺合理性的 算了 还是不管这些了 那招刚学到的半神战计雷动九天 还需我好好修炼 日后与人一战时 才可运用自如 雷动九天 就在这时 石峰一声低喝 旋即间 身上爆发出了狂烈的黑色雷霆 闪耀着黑色雷光 整个人都化身为了一个黑色雷人 如今便趁这黑袍人恢复伤势之际 在这修炼下这道雷霆战计 等待黑袍人出了那水潭之后 自己再进入 那老玉可是说了 听了死神咒音的人 如果不用这阴阳泉水洗离身躯 日后还会被那怪物找上 嗯 灭魔黑雷 神魔真雷 一片幽暗的半空之中 一道短小的身躯盘息而坐悬浮着 当感应到不远处斜下方的力量波动时 旋即被那力量所吸引 转过头望了过去嘴中泥南 他这神魔真雷 看上去很不嫌熟 应该只是刚刚修炼而已 看样子 他进入这里后 遇上了那个家伙了 那家伙将神魔真雷传授给了他 这么多年过去了 看来还是没有忘记他啊 老玉说着 颇有些感慨地摇了摇头 喝 藤蔓丛生的幽暗大地上 化身为黑色雷霆的石风 发出了一声如雷鸣般的猛然爆喝 顿时间 他身上的黑色雷霆 朝着四面八方急如肆虐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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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雷霆轰鸣之声爆发而起 雷动九天 一共九声雷鸣 每一阵雷鸣强过一阵 每一阵雷鸣响起 这些肆虐的黑色雷霆也变得更加爆裂 在黑色雷霆的肆虐下 周围如巨蟒般的藤蔓 早就化为了粉碎 石风所用的这招半神级战技 就好像专为灭膜黑雷而生 他将石风体内的灭膜黑雷 以最强的状态激发而出 而且那一道代表着雷霆法则的远古文字 在肆虐的狂暴黑色雷霆中显现 令得这招雷动九天 更加的暴动起来 呵 就在这时 石风再一次爆发出了猛然大喝 那些肆虐的黑色雷霆 旋即在石风的这道喝声之下散去 那道原本被黑色雷霆淹没的身躯 再度显现了出来 此刻石风的脸上 由于先前感应到那招雷动九天的强大 露出了满是淋漓畅快之感 神魔真雷 雷动九天 有了这招战绩 再结合那道代表着雷霆的古文字 我的战力比之先前已强大了很多 很不错 刚才爆发真正力量的你 就连我都对你都产生了忌惮 就在这时 一道如老头般苍老沙哑的声音 突然在石风的前方响起 石风抬起头望了过去 正是那黑袍人 现在的他 已经从那水潭中走出 经过那阴阳泉水的恢复 看来他的伤势已经得到了恢复 也没事了 石风开口 问他道 嗯 也没什么大碍 这水潭中的泉水 果然不凡 黑袍人点了点头 回道 听到黑袍人的话后 石风也跟着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石风开口 对他道 我们在那片丛林中 之所以能够脱离 是一名神秘的强者出现 他说跟你有些渊源 跟我有些渊源 听到石风的话 黑袍人的声音有些惊讶 嗯 石风在而点头 硬道 跟着又道 而且我看他 应该在这片远古遗迹中 生活了漫长的岁月 他叫我转告你 如果你苏醒后 去找他 第一零零零章在降面膜黑雷 叫我去找他 他在哪里 黑袍人听到石风梳洗一个神秘强者 让自己去找他 再次发出疑惑的声音 问道 石风说道 他把我带到那个水潭后便离开了 不过他应该还在这片区域 这里的一切 应该都在他的感应之中 你去找他 他应该便会现身 我明白了 我去会会他 黑袍人听了石风的话后 一个点头 然后身形一个闪动 消失在了石风的前方 阴阳泉水 黑袍人走后 石风的视线 再度向着前方远处望去 望向了那个水潭 石风早就想用一下 那个水潭中的阴阳泉水 那老玉既然说跟黑袍人有些渊源 自己跟黑袍人又同生共死多次 自己除了洗涤肉身之外 多用一些这阴阳泉水 应该也不碍事吧 石风在心中想着 顿时间 身形一个闪动 消失不见 当石风的身形再度显现之时 已悬浮在了那个水潭的上方 感应着下方的阴阳泉水 随后 石风的身形缓缓下落 慢慢地落入到了阴阳泉水之中 顿时间 一股急阴之寒 一股急阳之热 瞬间冲击着石风的肉身 不过急阴及阳的力量 很快又相互冲击 产生了调和 开始洗涤着石风的肉身 不过进入到了这阴阳泉水之中 石风自然不想就这样洗涤一下就够了 九幽冥宫 已经开始暗暗运转 石风的肉身 浑身毛孔大张 顿时仿如产生了一个漩涡一般 狂猛地吸收着这阴阳泉水 原本没摸到石风心口的阴阳泉水 顿时往下沉了下去 一直到石风的堵齐位置 阴阳泉水纯净的阴阳之力吸入肉身 石风操纵着它们 分为三股 一股上涌 涌向眉心 温养灵魂 一股强化肉身 被血肉筋骨器官吸收 最后一股 涌向与丹田融合的圣火 感受着体内温和纯净的阴阳之力 石风从头到脚 再到灵魂 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舒畅温暖之感 比大冷天泡温泉都要舒畅百倍 圣火之中 能量瞬间得到了小幅度的提升 虽说是小幅度 但这吸入的一股阴阳之力 却有如石风一下子杀死了十名半神之境的强者 吞噬掉它们的死亡之力跟血液 而另一股的阴阳之力 被石风的灵魂之力给逐渐吸收 石风顿时感应到 自己不久之前刚达到七星地级之境的魂魄 已经到了突破的边缘 这阴阳泉水的精纯阴阳之力 果然是不凡 而石风到达了九星地级巅峰的九幽明体 顿时间闪耀起了璀璨的森白色光芒 一股强悍无比的气息 顿时从石风的肉身之上升起 受到了阴阳泉水的洗涤 强化之后 石风这剧本早就达到九星地级之境的肉身 竟然自然而然地突破了 如舞蹈一样 自然而然地步入到了半神之境 呼呼呼呼呼呼 顿时间 一阵阵狂风的呼啸之声 再上空呼啸而起 一个熟悉的巨大黑色漩涡 在苍穹之上显现 天地之间 再一次风云变色 远处 一片离着地面大约也就三米的半空 两道身影悬浮着 正是黑袍人与那的老玉 就在这时 那神秘强大的老玉 苍老的老脸突然一变 抬头望天 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是 怎么了祖婆婆 黑袍人见到老玉老脸上的变化 发出了疑惑的声音问道 不过这黑袍人这一次发出的声音 并不是那苍老的老头声音 而是少女的清脆之音 如银铃般好听 跟着 黑袍人也随着那老玉 遮掩在黑帽中的头颅转动 望向了苍穹 这是 当黑袍人感应着上空剧烈呼啸的狂风 望着那苍穹出现的巨大黑色漩涡 惊呼了一声 再而惊呼道 面膜黑雷 难道这小子 已经步入了二星半神之境 再降这天地劫雷 随后 老玉缓缓地低下了头 望着那时风所在的方向 缓缓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这小子 五道肉身灵魂 三者同修 如今的他 是肉身步入了半神之境 引动了这面膜黑雷 原来如此 黑袍人点头硬道 跟着 他也转向了下方远处 望向了那的人所在的方向 轰 就在这时 一阵剧烈的轰鸣之声 在苍穹之上轰然乍响 随后 一道仿佛要毁天灭地般的黑色雷霆 从那道巨大的黑色漩涡中降下 犹如一条巨大的黑龙 直冲而下 时风望着上空的那道黑雷 脸上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自己的这句逆天之躯不入半神之境 降下劫雷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确实没有想到 降下的竟然是跟上次一样的面膜黑雷 哈哈 很好 面对着那降下的面膜黑雷 时风不但没有丝毫的聚色 反而笑了起来 这道面膜黑雷的威力 与上一次的黑雷差不多而已 自己上一次都能够挡下 如今的自己 不管是五刀肉身 都强于上一次太多 挡下它 不过是轻而易举而已 更何况 上一次接受这面膜黑雷的洗礼 肉身不但变得更加的强大 体内不仅多了两滴不死之血 还获得了完全受自己掌控的黑色雷霆 机缘巧合之下 还得到了半神战计雷动九天 这一切都因上一次的黑色劫雷 来吧 时风抬头望天 继续畅快大笑 身处阴阳泉水中的身躯 直冲而上 迎接着那降下的黑色雷霆 下方水潭中的阴阳泉水 可还有不少 时风不想就这样被这面膜黑雷给糟蹋 想要用自己的肉身 用自己如今的力量 完全地挡住他 那阴阳泉水 毕竟是那神秘强大的老玉拥有 如果因为自己而被完全糟蹋 如此宝物 说不定那老玉会发飙不成 他如果发飙 时风就算如今九幽冥体 也步入了半神之境 就算渐渐熟悉了战绩雷动九天 但是时风还是深知自己与他之间的差距 如今的自己根本无法挡住他一级之力 那老玉实在是太深不可测了 啊直冲而上的时风 突然仰天大吼起来 身躯距离那降下的巨大黑雷越来越近 同时之再用火咬人 那一半 就和上一日 他们为此 抽签